上文龙序 叶公子 第1201章 觉悟提升得很快 二绿画拱 沃尔特听到这话 一张脸瞬间变得惨白无比 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一个劲地给陈泽凯磕头 哭着说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求你 求求你让医生来给我洗个胃吧 晚一点就来不及了 给你洗胃 陈泽凯冷笑道 沃尔特 你现在知道害怕了 当初你害别人的时候 你怎么没考虑考虑 别人是什么心情 现在轮到你自己身上了 你就害怕了想认怂 真以为认怂就能解决问题吗 我告诉你 不可能的 沃尔特崩溃绝望 大声哭喊道 求求你给叶少爷打个电话 就说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这辈子愿意给他做牛做马 只要他能够饶我一命 陈泽凯不屑地说 给我们少爷当牛做马 你觉得你有这个资格吗 就是 洪武不屑地撇撇嘴 冷声说道 就这种狗东西 别说给少爷当牛做马 就算是给我洪武当条狗 我他妈都瞧不上他 什么东西啊 沃尔特不愿放弃 惨痛地哭喊道 求求你们帮我 跟叶少爷说一声吧 只要他能同意 让医生给我洗胃 哪怕他把我在这里 关一辈子 我也愿意 实在不行 我愿意一辈子 留在这里干活 用劳动来改造自己 偿还我的罪恶 沃尔特一说这话 不远处正在打扫 另一间铁笼子的男人 冷声呵斥道 喂 你这个美国佬 少在这里放狗屁 你得罪了叶大师 还希望叶大师能放过你 你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而且五爷的养狗场里 已经有我小林次郎了 不需要你这个狗东西 说话的正是小林一郎的弟弟 小林次郎 自打被叶尘发配到这里养狗 他做梦都渴望着有一天 能够逃离这个地方 可是洪武的这个养狗场 戒备极其森严 他想靠逃逝 肯定逃不走的 所以他想离开这里 仅剩下两种可能 离开这里的第一种可能 是我的哥哥小林 一郎犯了错误 被叶尘放弃 从而使得叶尘 主动用他来换我出去 可是我还清晰记得哥哥 对叶尘谄媚至极的样子 再加上有我在这个养狗场里做他的反面教材 所以想来哥哥现在应该如吕薄冰 绝不会犯下任何错误 所以这就只剩下第二种可能了 那就是叶尘愿意主动放我一马 但是这种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 约等于零 毕竟我每天在养狗场辛苦劳作 地位十分低下 甚至还不如这里的狗 连红武爷都很少有机会能够见到 更何况见到叶尘 正因为如此 我每天斤斤夜夜任劳任怨的工作 就是希望红武爷手底下的人 能够看到我的努力 进而将我的表现如实上报给红武爷 现在红武爷终于亲自来养狗场了 这么好的一个表忠心的机会 我小林次郎怎么能够白白放过 红武爷也没想到 正在狗舍干活的小林次郎 这时候竟然一愤田鹰地斥责起了沃尔特 不过片刻之后 他就弄明白了小林次郎的动机 于是他笑着说道 小林次郎 你最近觉悟提升得很快吗 小林次郎急忙一路小跑到红武的跟前 猛然一个九十度的鞠躬 大声道 红武爷 感谢您对次郎的认可 次郎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红武满意地点了点头 笑道 次郎 看你最近表现不错 我回头跟后厨说一声 以后每天给你加一个鸡翅 小林次郎一听这话 急忙陪着笑哀求道 五爷您您干脆让后厨给我加个鸡腿呗 我这每天活干得多 饭吃得少 一直都有点营养不良 红武看着小林次郎枯瘦的模样 笑道 次郎 你还挺会讨价还价啊 小林次郎忙地解释道 五爷 我就是感觉每天的伙食都不太能吃得饱 没有跟您讨价还价的意思 您可千万别误会 红武点头一笑 行 我知道了 这样吧 看在你最近还算比较努力的份上 我让后厨在每天给你加一个鸡翅的基础上 每周一和每周四在额外给你加个鸡腿 小林次郎一听这话 急忙激动地鞠躬道 谢谢五爷 谢谢五爷 也请五爷帮我谢谢叶大师 就说次郎一定会在养狗场好好工作的 红武笑道 行 既然你这么懂事儿 我有机会见了叶大师 一定会在他面前替你美言两句 小林次郎当时兴奋难耐 一个进的攻身 点头哈腰地说 次郎谢过五爷了 红武这时转过脸来 看着满面惨白的沃尔特 冷笑道 沃尔特 你也听到了 我的养狗场里根本不需要你这种垃圾帮我工作 所以你就踏踏实实地在这住着 同时准备好接受每天透析吧 沃尔特崩溃大哭道 五爷 五爷 求求您给叶少爷打个电话 我好歹也是霍格维茨家族的大少爷 家族资产过百亿美元 再加上我身高超过一米八 长年健身 您留我在这里打杂 怎么不比那个又瘦又矮的日本人强啊 红武耻笑道 沃尔特 你以为你们那个什么霍格维茨家族 资产过百亿就很牛逼了 我告诉你 就你口中说的那个又瘦又矮的日本人 是日本之前小林药业诸事会社的会长 你知道小林药业之前的资产有多少吗 说到这 红武顿了顿 冷声道 我告诉你 小林家族曾经的资产超过三百亿美元 是你们霍格维茨家族的三倍 沃尔特听到这话 整个人当时目瞪口呆 口中喃喃道 那个 那个日本人 难道就是小林药业诸事会社之前的会长小林次郎 没错 就是小林次郎 红武说着 继续嘲讽道 你看看 小林次郎这种家族资产是你三倍的人 也不过就是 在我这里每天喂狗 给狗铲屎的用人罢了 像你这样的垃圾 还想留在这里出苦力 撒泡尿照照你自己 你他妈配吗 沃尔特一下子哑口无言 内心绝望无比的暗存 哇 我是真没想到 在红武的养狗场里 竟然还有一个小林药业的二少爷 小林家族跟霍格维茨家族的情况完全不同 小林家族本身只有两个后代 长子小林一郎 次子小林次郎 三百亿资产平均分 一个人还有一百五十亿美元 而我们霍格维茨家族的人都太太妈能生了 我的兄弟姐妹 堂兄堂妹加起来 将近二十人 一百亿美元的资产分下来 每个人根本分不到多少 所以跟小林次郎比起来 我真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连他都在这里养狗 那我岂不是真的没有任何机会了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202章 打击苏家的好机会 灌入沃尔特口中的二绿化工 很快变起了作用 沃尔特感觉到身体愈发不适 痛苦也愈发强烈起来 他知道 这一定是肾脏 开始急速恶化的原因 一直到此时此刻 沃尔特才真正意识到 他自己给自己惹了一个多大的麻烦 他以前总觉得 依他的身份 地位 家事 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 都可以横着走 毕竟相对于一百亿美元的家产 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事物 在他面前都显得太过于廉价 他在美国的时候也没少惹祸 但即便是真整出了人命 最多拿出几百万美元就能搞定 根本不会给他自己带来任何麻烦 如果毒害王承远 这件事情是在美国 一旦东窗事发 他只需要花区区几十万美元 就立刻能安排好一个替罪羊 就算全世界都知道 是他在背后指使的有如何 他可以在美国的司法部门 找到足够强硬的关系 把所有的罪行都推到替罪羊 一个人的身上 绝不让自己沾染到任何麻烦 可是坏就坏在 他这次竟然得罪了叶臣 既然得罪了叶臣 那就不是用钱能够解决的了 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 沃尔特便从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变成了一个几乎丧失一切行动能力 只能躺在地板上痛苦哀嚎的绝症患者 陈泽凯提前安排好的医生 一直在跟进沃尔特的身体状况 每隔半个小时就会为沃尔特测量一次血迹干 半个小时的时间 沃尔特的血迹干直从最开始的七十五 一路狂奔到二百五百八百一千 甚至很快便一路突破了一千五 这个数字代表着沃尔特的肾脏已经彻底损毁 随后医生立刻给他上了透析设备 透析设备说白了就是人工制造的机械肾脏 当自身的肾脏失去作用的时候 就利用这样的设备来替代肾脏完成排毒和过滤的任务 所以当透析设备启动的时候 沃尔特的命就算保住了 可是命虽然保住 但是这透析设备 它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甩得掉了 与此同时 美国纽约曼哈顿移动摩天大楼内 一个五十多岁的白人男子 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焦急地来回夺步 他便是沃尔特的父亲 史蒂夫霍格维茨 此时的纽约已经是下午三点 而史蒂夫从上午九点钟开始联系沃尔特 一直到现在都没能联系上沃尔特 因为害怕沃尔特在华夏遭遇任何不测 他又联系了沃尔特身边的随从 可是这些人也无一例外 全部失踪 其他几个跟随沃尔特去金陵的家族高管 倒是还能联系上 可是他们完全不知道沃尔特傍晚之后去了哪里 为了确定沃尔特的行踪 这几名高管立刻向金陵警方报警 但金陵警方也没找到沃尔特的任何踪影 这个人简直就如同人间蒸发一般 史蒂夫得到反馈之后 立刻就意识到情况十分不妙 他按下办公桌上的电话 立声吩咐道 立刻安排飞机 我要去华夏 一日清晨的金陵看起来与往常没有任何区别 包括沃尔特在内的十几人失踪 对近千万人口的金陵来说 根本就掀不起什么波澜 夜晨这一晚睡得很踏实 再加上早饭有马兰操心 所以他此时还在睡梦之中 而与此同时 杜海卿之身一人 驾车从杜家的宅邸 来到了叶长英的故居门前 自从来到金陵之后 杜海卿每晚都会梦见叶长英 尤其昨晚他梦到自己成了叶长英的老婆 梦到叶长英带着自己从燕京离开来到金陵 还梦到自己陪着叶长英一起 在那个即将拍卖的院子里 过着夫唱夫随的幸福生活 正是因为这场梦 他才不由自主的 想再过来这座老旧的院子里 看一看 杜海卿把车停在门外 推开院子破旧的铁门 迈步走了进去 此时的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叶长英的影子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有人正在隐秘处 用相机偷拍自己 十分钟后 燕京 叶家 叶忠泉激动不已的召集三个儿子开会 老大叶长空 老三叶长云 以及老四叶长郡接到通知 立刻从被窝里钻出来 匆忙前往叶忠泉的书房 叶忠泉看着三个满脸困意的儿子 兴奋不已的说道 这么早让你们过来 是因为我又找到了一个打击苏家的好办法 叶长空惊喜的问道 爸 有什么好办法 叶忠泉神秘一笑 拿起一台平板电脑 打开了一张照片 逼到三人面前 笑道 你们自己看 叶长空和两个弟弟 立刻便凑了过去仔细观看 这是一张女人的照片 能看得出 拍摄者是使用的是长焦镜头 从相对较远的位置偷拍的 随后 叶长空第一个认出这个女人 惊呼道 这 这不是苏首道的老婆 杜海青吗 老三叶长云 急忙附和道 还真是他 爸 您找人偷拍杜海青做什么 叶忠泉冷笑道 这次苏家因为苏若黎的事情 生育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苏成风那个老狐狸 为了自己的名誉 甚至出卖了儿子苏首道 而苏首道也为此仓皇 逃去澳大利避风头 如果我们能给他们来个火上浇油 他们怕是会更加难受 叶长空不解的问 爸 这跟杜海青有什么关系 我听小道消息说 杜海青已经打算跟苏首道离婚了 叶忠泉笑道 你们知道杜海青现在在哪吗 三个儿子都不由自主的摇了摇头 他们一直将苏家视为大敌 却没有对杜海青这个苏家媳妇过多关注 叶忠泉见三个儿子都一脸茫然 淡然一笑 说道杜海青现在在金陵 金陵 叶长空诧异的问道 他在金陵有什么奇怪的吗 叶忠泉指着平板电脑上的照片 反问他 你难道没看出来这张照片是在哪拍的吗 叶长空认真看着 照片里的那个破旧的小院子 茫然地说道 哇 这不就是个破院子吗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叶忠泉轻叹一声 略微有些惆怅地说道 这个破败的小院子 就是当年长英在金陵居住过的地方 叶长空等兄弟三人 当时恍然大悟 叶长空最先反应过来 感叹道 杜海青去了长英以前的旧居 难道是心里对长英还有感情 嗯 叶忠泉点了点头 道 依我看 看必然是如此 叶长空扎了扎嘴 嘖嘖 这个杜海青 对长英还真是痴情啊 这么大老远 跑去金陵 就为了到长英的旧居里 看一看 叶忠泉叹道 不仅如此 长英住过的这套院子 马上就要司法拍卖了 杜海青也报了名 周一就会参加拍卖 说吧 叶忠泉冷笑一声 又道 这就是我们打击苏家的好机会啊 只要我们让人把这张照片发出去 同时把杜海青对长英渔情未了 甚至要买下长英旧居的消息 也散布出去 苏家最后的一点颜面 也将荡然无存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203章 脸被丢尽了 这个周末 整个燕京的上流社会 再度爆出一个重磅炸弹 苏家长子苏首道的老婆杜海青 竟然在还没有跟苏首道离婚的前提下 去了金陵 而且他去金陵 竟是为了缅怀 已经去世将近二十年的叶长英 更令人惊叹不已的是 杜海青竟然要参加下周一的司法拍卖 竟拍叶长英当年住过的这套老宅 难道他是为了独物私人 难道他爱叶长英竟然爱得如此深入骨髓 否则的话 怎会在叶长英去世这么多年之后 仍旧对叶长英爱得如此卑微 而且从杜海青被偷拍的照片上看 他整个人情绪非常悲伤 长焦相机抓拍他美艳动人的面庞时 竟还拍到了两行泪痕 要知道杜海青当年是燕京 从杜海青的这些做法中 燕京上流社会的人立刻明白了一件事 那便是原来杜海青这么多年都会叶长英念念不忘 即便他已经嫁给苏首道二十多年 并且为苏首道生下了一儿一女 一下子整个燕京的上流社会议论纷纷 人们一方面惊叹于杜海青对叶长英 竟然会如此情深似海 一方面又嘲笑苏首道 这么多年都没能赢得杜海青的真爱 在杜海青的心目中甚至比不上一个去世二十年的死人 原本就因为出卖苏若离的事件败露 而被全世界讥讽嘲笑的苏家 顿时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巨大笑料 苏成风在燕京的宅邸中愤怒地连摔了好几个名贵瓷器 在一阵叮叮光光的陶瓷碎裂声之后 他愤怒地吼道这个杜海青竟然在这个时候 跑去金陵去叶长英那个死人住过的地方 而且还假模假样地流眼泪 叫他妈就是打我们苏家人的脸啊 苏首道人不在国内 所以苏家下一代的代表就变成了他的弟弟苏首德 此时苏首德一脸怒不可乐地说道 爸这个姓杜的女人实在是太过分了 没想到我哥娶了他这么多年 还没有把这个白眼狼挤养熟 现在咱们苏家正在风口浪尖上的时候 他就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来给我们添堵 我看他简直就是故意想让我们苏家颜面扫地的 苏首信也立刻附和道 是阿爸 我是真没想到 大嫂竟然能干出这么不守妇道的事情来 毕竟我大哥跟他可还没离婚啊 苏首里急忙说道 爸 大嫂去叶长英的故居其实还不算是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是 如果大嫂真的把叶长英的故居买下来 那咱们可就真的颜面扫地了 对 苏首德这才反应过来 急不可耐地骂道 妈的 那个贱女人还没跟我大哥离婚就跑去要买叶长英那个死人住过的地方 这他妈是什么意思 难道一个死了二十年的人比我大哥还要强吗 我大哥就算再不济也不可能比他妈一个死鬼还要差吧 苏首德这话不但骂了大嫂渡海青 更骂了大哥苏首道 他这番话的言外之意就是想让老爷子知道 他大哥就是个废物 是一个降服不了自己女人的废物 甚至是一个比不上死人的废物 苏老爷子自然也能听出苏首德的这番话里的弦外之音 更要命的是他竟然苏首德的这番话发自肺腑地感到赞同 这五零年来他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对自己的长子充满了怒火 在他看来苏家陷入今天这种局面 苏首道要负绝大多数的责任 所以苏首道在他眼里不仅不是一个合格的家族继承者 甚至都不是一个合格的血脉继承者 所谓家族继承者就是将来要继承整个苏家 成为苏家掌舵人的那一个 而所谓血脉继承者 要求的条件自然就宽泛很多 只要是苏家的人都是苏家的血脉继承者 现在的苏老爷子认为苏首道非但没有资格成为苏家掌舵人 甚至都没有资格继承苏家的血脉 于是他愤怒不已地冷声说道 守德 给你大哥打电话 要他无论如何都要阻止杜海清参与下周一的那场司法拍卖 我绝不允许这个女人再次让苏家成为整个燕京 整个华夏的笑柄 苏首德一听这话 心中早已经乐开了花 嘴上则十分郑重地说道 爸 您放心 我这就给大哥打电话 说吧 苏首德掏出手机 准备拨号 一旁的苏老爷子冷声道 打开免提 我要听听这个逆子究竟会说什么 苏首德心下一喜 忙得就给大哥苏首道打了过去 此时的苏首道还不知道燕京发生的事情 他接到苏首德的电话 内心深处立刻便充满了厌恶 虽然这些天他不在燕京 但是他脑子里能够非常准确地想象出 自己这个弟弟趁自己不在老爷子身边的时候 究竟会怎么败坏自己 现在这个关键时刻 就相当于是古代皇帝对太子已经心生不满 有了想要废除太子的念头 其他皇子激动之余 必然处心积虑想要好好表现 同时也拼命对太子落井下石 巨大的利益面前 手足之情又算得了什么 连辟都不是 所以他心情烦躁 甚至懒得去接苏首德的电话 苏首德打了一遍 见无人接听 便立刻对老爷子说 爸 大哥他不接电话 不知道在干什么 废物 真是废物 苏老爷子怒骂道 我让他去澳大利亚闭风头 除了这件事之外 他什么屁事都没有 竟然还能不接电话 接着打 好嘞 苏首德立刻又给苏首道打了过去 身在澳大利亚的苏首道 被电话铃声烦得要死 本想干脆关机算了 但是转念一想 忽然意识到 现在老爷子正对我不满意 如果我再不接苏首德的电话 他跑到老爷子面前再告我一撞 那真是得不偿失了 想到这 他立刻按下接听见 语气不善地冷声问道 有什么事 苏首德立刻说道 哥 国内都出这么大的事情了 你怎么老不接电话 苏首道没想到自己这个弟弟 一上来就对自己一通指责 于是他很是不满地问道 我现在已经被发配到 澳大利亚避风头了 国内的事情跟我还有关系吗 国内的事情不应该是 你们去解决吗 电话旁边的苏老爷子一听这话 脸色顿时就拉了下来 不过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反而还对苏首德 做了一个谨声的手势 这意思是不要让电话 那头的苏首道 知道他也在电话 这头听着 苏首德立刻心领神会 急忙说道 大哥 大嫂跑去金陵 跑去叶长英的故居 还在叶长英的故居流眼泪 这些都被狗仔队拍下来 曝光出来了 而且大嫂他还报名了 下周一的司法拍卖 要把叶长英的故居买下来啊 咱们苏家的连可都被这个臭娘们给丢尽了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2004章 这修布 什么 苏首道登时气道几乎暴走 愤怒至极地骂道 这个杜海青可真是登鼻子上脸 他也太不把我苏首道当回事儿了 是啊大哥 苏首德立刻添油加醋地说道 大嫂跟你毕竟还没有离婚 这种时候公然这么缅怀一个已经死了20年的男人 而且还是叶家的男人 这也太过分了 苏首道咬牙说道 苏首德 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 不用你在这里指指点点 苏首道的心里虽然对杜海青有诸多不满 但他心里还是能够看清是非的 苏首德这时候打着通电话 根本就是没安好心 一方面是想弃自己 一方面是想挑拨自己跟杜海青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对苏首德自然没有什么好语气 苏首德这时候故意长叹一声 说道 哎 大哥啊 大嫂是你的老婆 你得想象办法啊 最起码你得劝劝他 让他不要去竞拍叶长英的旧居 这样咱们苏家起码还能保留一份颜面 苏首道冷声道 苏首德 我不用你教我做事 苏首德急忙说道 大哥 你现在不要带着情绪 毕竟现在已经不是你跟大嫂两人之间的事情 而是我们整个苏家和大嫂一个人之间的事情 他现在毕竟是你的老婆 而且他不只是你的老婆 他还是苏家的儿媳妇 他现在肆意妄为 丢的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脸 而是我们整个苏家的脸 苏首道一听这话顿时炸了 怒骂道 苏首德 少他妈在这里给我乱扣帽子 苏家为什么会有今天 你心里比我还要清楚得多 苏首道说这句话 言外之意 其实是他该责怪的 不是自己的老婆杜海青 而是父亲苏成风 整件事情之所以能够到今天这种地步 就是苏成风一个人导致的 要不是他自作聪明 自作主张的要出卖苏若离 苏若离是自己私生女的事情 也不会被人曝光 真正把苏家推入深渊的 就是出卖苏若离至见识 而且自己也被迫出来背锅 这背后的罪魁祸首就是苏成风 而且苏首道心里 对杜海青虽然非常不满 但内心深处对他的所作所为 多多少少还有几分理解 毕竟他心里很清楚 整件事情都是自己犯错在先 自己在外有此生女的事情 已经藏了二十多年 这放在任何一个女人身上 都不可能真正原谅自己 更何况杜海青这种眼里 容不得任何沙子 性格又天生要强的女人 而且杜海青喜欢叶长英的事情 自己二十多年前就知道 他想去金陵祭拜叶长英的念头 怕是已经在脑海中存在了二十多年 这二十多年他都没有去 就证明杜海青从内心深处 是尊重自己的 他现在之所以没在顾忌自己的感受 也是因为自己有错在先 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他恨自己的父亲 远超恨杜海青 可是苏守德才不管这些 他只想着落井下石杀人诛心 于是他开口道 大哥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觉得苏家会有今天 不是你的责任 苏守道听他这么问 顿时炸了 脱口道 我他妈有什么责任 是我要放弃若黎的吗 是我跟日本自卫队勾结 一心要害死若黎的吗 电话这头 老爷子苏成风的表情已经十分难看了 苏守德心里高兴极了 嘴上却不愤的质问 大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难道觉得这一切都是爸的责任吗 我告诉你 爸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苏家 都是为了给你这个 在外面有私生女的长子擦屁股 当初要不是你在外面乱搞把苏若黎搞了出来 我们又怎么会有今天这种局面 苏守道气炸了 出了一份怒的吼道 放你妈的屁 苏守德也气了 怒骂道 我妈就是你妈 苏守道一听这话 灯时哑口无言 而苏老爷子的脸早就已经绿的发黑了 苏守德这时候继续挑拨道 大哥 我打电话来不是为了跟你吵架 我也不想跟你吵架 我是想劝你认清现实 苏守道没好气的反问 认清什么现实 苏守德冷声道 我要劝你认清的第一个现实 就是大嫂他眼里根本就没有我们苏家 说吧 苏守德继续咄咄逼人道 我要劝你认清的第二个现实 就是大嫂他嫁给你这二十多年 根本就没有把你当成自己的丈夫 用现在年轻人的说法 你在他眼里不过就是一个备胎 是他得不到叶长英退而求其次选择的备胎 苏守德的话深深地刺痛了苏守道的内心 这其实是他这二十多年来 内心最为脆弱的地方 他知道自己就是杜海清的备胎 知道自己就是叶长英的替代品 而且二十多年来都没能真正地替代得了叶长英 但是对杜海清那无法控制的爱 让他一直以来都在自欺欺人 现在这修部被苏守德无情地揭开 他整个人也羞怒到了极致 他在电话里愤恨至极地骂道 苏守德 你他妈在乱说话 我要你的命 苏守德没说话 他其实特别享受苏守道现在的气急败坏 他知道苏守到此刻越是失去了理智 他在老爷子面前的分量就越轻 如果自己能让他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 用不了多久 老爷子可能都不会再想见到他了 苏守德没说话 可身边的苏老爷子再也按捺不住了 他整个人气得直哆嗦 咬牙喝道 逆子 为了一个根本不爱你 丝毫不顾及你颜面的女人 竟然对手足兄弟说出这样的话 你还是不是人 苏守道在电话那头瞬间如遭雷击 他是真没想到 老爷子竟然就在电话旁边 他现在才明白过来 原来自己从接通电话的时候 就一直在被苏守德牵着鼻子走 苏守德一步步挑起自己的怒火 一步步隐忧自己 掉进了他挖好的深坑 于是他只能慌忙解释道 爸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刚才在气头上 你不要说了 苏成风立合一声道 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办法 一定要阻止杜海青 参加下周一的司法拍卖 我苏家的颜面 绝不允许他在折损分毫 上文龙序 叶公子 第1205章 心狠手辣 在苏老爷子苏成风的眼里 苏家的脸面自己可以往死里丢 其他人却绝对不能丢掉分毫 出卖苏洛黎的决定是他做的 虽然最后强行让苏守德出来背锅 但苏家的颜面尽失也是因为他 但是他不仅不做任何自我检讨 反而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杜海青就算还没跟苏守道离婚 但他与苏守道之间的婚姻 也是苏守道出轨在先 他别说只是想买下叶长英住过的旧宅子 就算他也想苏守道一样出了轨 苏家人也绝对没有资格指责他 可是在苏老爷子眼里 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自己儿子虽然出轨在先 但是杜海青作为苏家的儿媳妇 就绝对不能做任何有损苏家颜面的事情 现在杜海青跑去金陵缅怀叶长英 甚至还要竞拍叶长英的故居 这在苏成风看来 绝对是伸手打苏家人的脸 所以无论如何 都要让他彻底打消这个念头 苏守道此时也很无奈 他太了解杜海青了 深知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劝他回头 可是又不敢直接忤逆老爷子的意思 于是只能无奈地答应下来 开口说道 爸 我会跟海青通电话劝他打消这个念头 说着苏守道又补充一句 如果还听不听我的劝 那我也没有任何办法 苏成风冷声喝道 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一定要明确告诉他 这不光是你的意思 还是我的意思 如果他不把你这个丈夫放在眼里 起码也得给我这个做公公的几分面子 苏守道只好答应下来 道 我知道了吧 我会告诉他的 苏成风冷哼一声 尽快把这件事办好 说完便立刻挂断了电话 苏守道听着电话里传来的盲音 心里很是烦闷 他一个人沉默了约莫五分钟 这才解锁手机 给远在金陵的杜海青打了过去 杜海青看到苏守道的来电 虽不想接 但还是按下了接听见 开口问道 有事吗 苏守道迟一片刻 开口道 海青 爸刚才给我打电话了 你去金陵的事情 他老人家很不开心 杜海青反问 我来金陵 他为什么不开心 苏守道有些窝火的冷声道 你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你知不知道 整个燕京都知道 你去金陵的事了 他们都知道你去金陵缅怀叶长英 还知道你要买叶长英住过的老宅子 杜海青代然道 我想去哪里是我的自由 我想买什么也是我的自由 我心里想缅怀谁 还是我的自由 别说整个燕京都知道 就算整个华夏都知道又怎么样 我问心无愧 你苏守道气愤的质问 你难道就不为爸考虑一下 当别人在他面前提起他儿媳妇去缅怀另一个男人的时候 他是什么心情 杜海青不卑不亢地反问他 苏守道 那你有没有为我爸考虑一下 当别人在他面前提起他女婿 在外面有一个二十多岁的私生女时 他又是什么样的心情 苏守道当时便哑口无言 他知道就这个问题自己根本不可能说服杜海青 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远比杜海青过分一百倍 一千倍甚至一万倍 于是他沉默良久 叹气道 哎海青 这件事我本不想给你打电话 主要是因为爸很生气 把电话打到我这里 让我无论如何也要劝你放弃 参加下周一的司法拍卖 爸这个人你是很了解的 为了避免无必要的麻烦 我劝你还是不要参加的好 杜海青听完 认真道 苏守道 我请你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 授权你的律师把婚离了吧 离了婚之后 你们苏家也不用再操心 我要做什么 我做什么也与你们苏家无关了 苏守道斩钉截铁地说道 离婚的事情我暂时不会答应 等我回国再说吧 杜海青淡淡道 嗯 既然这样 那也请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什么时候你愿意离婚了 直接跟我的律师联系吧 说完这些 杜海青直接挂断电话 苏守道再一次被晾在了电话的另一边 此时的苏守道 内心已经愤恨至极 他直接将手机猛地摔在地上 摔成了粉碎 口中怒骂道 杜海青 我就是不明白 那个叶长英到底有什么好 能让你对他这么多年始终念念不忘 你不要忘了 他至始至终都没有选择过你 他一直在放弃你 一直到死之前还在放弃你 正当他怒不可遏的时候 用人拿着一部手机快步走了过来 小心地说道 大少爷 老爷的电话 苏守道这才意识到 自己原来已经把手机砸了 他只好从用人手里接过电话 强压住愤怒 开口道 爸 您有什么吩咐 苏成风冷声问道 你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苏守道只好撒谎道 我手机出了点问题 自动关机了 苏成风没在深究 而是急切地问他 你跟杜海青沟通了没有 苏守道忙道 沟通了 苏成风追问 他怎么说 苏守道无奈地说道 爸 对不起 海青对我背着他出轨的事情非常不满 所以我现在说什么 他都不会听 苏成风当时怒不可遏 咬牙切齿 老实地骂道 废物 真是废物 连个女人督管不住的废物 说完 他再一次粗暴地挂断了电话 这是苏守道 短短十几分钟内 被挂断的第三通电话了 他整个人已经出离愤怒 就在他几乎险些又要将手里的手机摔碎的那一刻 他整个人身形忽然一睁 随即便一下子松弛下来 他将手机丢给用人 起身便走上楼梯回了自己的房间 上楼的路上 他喃喃道 杜海青 老爷子远没有 我苏守道好说话 既然你不愿意给他面子 那以后的事 我什么都不管了 此时此刻 燕京苏家 苏成风也同样愤怒至极 杜海青坚持要参加下周一的司法拍卖 这让他感觉十分恼火 可是他心里也十分清楚 现在这种情况 寄希望于劝杜海青 怕是根本没有用处 就在这时 苏守德开口道 爸 要不咱们找点关系 让金陵那边取消这场拍卖会 取消 苏成风反问他 取消得了一时 取消得了一事吗 现在燕京到处议论纷纷 很多人都在关注这场拍卖 如果让人知道 我们为了阻止杜海青买这套老宅 动用这种关系和手腕 怕是更会被人所耻笑 苏守德一脸焦急地问 爸 那怎么办 这拍卖后天可就开始了啊 苏成风点了点头 冷声道 这样吧 暗中疏通一下关系 把这场拍卖 从网络上搬到现实中 我倒要看看 他杜海青是不是真能豁得出去 亲自跑去参加这场拍卖会 苏守德脱口道 爸 这可使不得了 万一他真的去了 万一他真的去了怎么办 以我看 他大概率是会去的 苏成风眼神中闪过一丝狠辣 冷笑道 如果他真的这么不实抬举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戴安娜王妃怎么死的 你应该很清楚吧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206章 身子正不怕影子鞋 戴安娜王妃 苏守德一脸想到 这位传奇王妃的离奇命运 表情当时惊骇不已 他瞬间明白了爸爸的意思 惊呼道 爸 您 您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苏成风表情冷峻地说道 事关苏家颜面 容不得半点玩笑 无论如何 我都不能让苏家的颜面 毁在一个外姓女人的手里 说到这儿 苏成风咬牙切齿地冷声道 苏家虽然不是欧洲皇室 但我们颜面的重要性 丝毫不逊于欧洲那些皇室贵族 若是有人胆敢侮辱苏家的颜面 就别怪我手下无情 为了捍卫苏家的颜面 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苏守德轻轻点了点头 他知道 无论是皇室贵族 还是顶尖大家族 颜面对他们的重要性 几乎都高于一切 自己的爸爸现在已经围退 让拍卖会转到线下举办 这就等于是让杜海清好好考虑清楚 如果他敢肆无忌惮地 直接参加拍卖会 那就别怪苏家不留情面了 有些时候就是要逼对方 做一个更大的决定 这就好像两人对峙 其中一方暂时还不忍痛下杀手 又不愿意就此放过对方 往往会反其道而行之 直接递给对方一把刀 如果对方真的不识抬举 拿起了这把刀 那就等于是帮助自己 做出最后的决定 苏成风想让拍卖会 从线上转移到线下 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 杜家在金陵的老管家 很快便接到了 拍卖会改为线下拍卖的消息 急忙将这个情况 汇报给了杜海清 杜海清很是诧异地问 不是说这两年 都把类似的拍卖放到网上了吗 怎么这一次又搬回线下去了 老管家摇了摇头 说二小姐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打听了一下 好像是说线下公开拍卖更透明 杜海清道也没有多想 他迟一片刻 开口道 线下就线下吧 时间地点定了吗 定了 老管家忙到 星期一上午十点 在珍宝阁拍卖大厅 珍宝阁 杜海清好奇地问 这个珍宝阁是什么背景 老管家介绍道 这个珍宝阁 是咱们金陵市 文丸协会下面的 一个合作会所 主要就是销售各类古董 以及组织 承接各类拍卖会 老板叫宝富贵 杜海清点了点头 道 既然这样 那周一上午 就直接去珍宝阁 参加拍卖会吧 老管家忙到 二小姐 一在下之见 您还是 不要去参加的好 杜海清诧异地问 为什么 老管家尴尬地 咳嗽两声 解释道 可可 二小姐 您来金陵的事情 在燕京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 如果您还要亲自去参加这场拍卖会的话 到时候一定会引起更大的争议 杜海清淡然一笑 认真道 所谓争议 也无非就是说 我跟苏首道 还没有离婚 虽然我跟他没有离婚 但是我跟他结婚的是二十多年来 从来没有与任何一个其他的男人亲近 哪怕是言语上的暧昧都没有 但是反观苏首道 他口口声声 说爱我 可还是早早就在外面 有了一个私生女 为什么她的做法就是被允许的 我的做法就会引发更大的争议 老管家无奈地说 二小姐 虽然现在这个社会早已经讲究男女平等 但是有些事情 男女之间自然是有不同的 在上流社会的道德理念里 对男方花心 总是有更高的包容度 很多原配甚至对此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大众也就更不足为奇了 说着他又道 你还记得之前有一个比较出名的导演 跟别人不清不楚 他老婆不仅不生气 反而公开说是自家男人占了便宜 可是反过来 要是女的花心 在舆论面前是要被骂死的啊 杜海清微微笑了笑 说王叔您多虑了 我只是想把长英住过的房子买下来 这也是我个人在内心深处对他的一种缅怀 除此之外 我不会和其他男人传出任何绯闻 更不会与其他男人有任何实际性的关系存在 如果外界连这个都包容不了 那我也不需要他们的包容了 老管家有些焦急的说 二小姐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您想买这套宅子完全没问题 但现在的情况毕竟有些特殊 您现在和苏首道还没有离婚 所以在下觉得 您没必要亲自去参加这场拍卖会 不如由我帮您找一个和度假没有任何关系的第三方 让他代替您去把这套宅子拍回来 拍回来之后 暂时也不着急过户 等到这个风口浪尖过去 或者您和苏首道离了婚之后 您再把这套房子过户到您名下 这样也不会让您落人口舌 杜海清摆了摆手 认真道 王叔 我怀念常英这本身并没有错 所以身子正也不怕养子邪 可是 如果我本没错 但我却因为怕落人口舌 所以偷偷摸摸地找别人帮我去参加拍卖 一旦传出去 别人反而会认为我是心虚 老管家恶望感叹道 二小姐 有句话在想知道不该说 但是也不得不说 苏家人做事 向来力气急重 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您也看到了 他们连自己家的骨肉都能出卖 就证明这一家人 几乎没有任何节操可言 您若是执意要参加这场拍卖会 一定会得罪他们的 杜海清眉头微微皱起 不解地说 我就想不明白 苏首道背着我 养了二十年的私生女 还堂而皇之地把私生女带到我的眼皮子底下 生活了好几年 怎么就没人觉得苏家会得罪我呢 老管家忙道 二小姐 许多是她本身就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啊 在上流社会 男女确实有很大的差别 这一点您也不能有意识地忽略啊 杜海清微微一笑 王叔不用劝我了 我主意已定 如果您不帮我安排 我就自己安排 总之这场拍卖会 我一定要去 而且要大大方方地去 老管家吃一两酒 才最终无奈地叹了口气 好吧 二小姐 我这就去安排 与此同时 汤臣一品别墅 叶臣也接到了陈泽凯打来的电话 陈泽凯在电话里说 少爷 周一的拍卖 改为线下进行了 哦 叶臣诧异地问 为什么改到线下了 陈泽凯道 我多方打听了一下 甚至也托燕京那边的线人帮忙调查过 反馈回来的信息 好像是苏家在其中卧旋 苏家 叶臣不由皱了皱眉 苏家为什么要干涉这场拍卖会 这个我也不知道 陈泽凯如实说道 我现在还没打听到苏家的动机 不过少爷您还是尽量低调一些 说着 陈泽凯急忙补充 主要还是因为这套宅子太敏感了 他是您父母当年居住过的老宅 一旦有任何人来争抢这套宅子 都证明与您父母有一定的关系 我怕苏家以此找到您的存在 一旦苏家发现了您 不敢说他们能把您怎么样 但您的身份肯定就藏不住了 叶臣赞同地说道 你说的没错 周一的买拍会具体在哪里进行 陈泽凯说 在宝富贵的珍宝阁 就是当初您和香港所谓的玄学大师 于静海静拍车渠的地方 叶臣恍然大悟 开口道 我知道了 这样吧 我记得珍宝阁是有贵宾包厢的 你让宝富贵给我准备一个 到时候让你的司机去现场帮我参加拍卖 我在包厢里暗中观察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207章 你怎么会这么愚蠢 宝富贵听陈泽凯说 叶臣要来自己的珍宝阁参加拍卖会 当时激动的无以复加 他第一时间就让人把最大最好的包厢准备了出来 与此同时还专门给叶臣打了个电话 电话一接通 他就恭敬地说 叶大师 在下宝富贵 听闻您周一上午要来参加拍卖会 所以我特地给您留了最好的包厢 叶臣恩了一声 但然道 宝阁主有心了 不过这次千万不要对外透露我的身份 更不要透露我要去参加拍卖会的消息 宝富贵毫不犹豫地说道 叶大师 您尽管放心 我明天会亲自负责安保工作 拍卖会现场 杜绝任何闲杂人等进入 媒体记者更是不允许靠近珍宝阁一百米范围内 您到时候可以直接走内部通道 全城不会暴露身份 叶臣满意地说道 很好 那明天就辛苦宝阁主了 哪里 哪里 宝富贵谄媚地说 能为叶大师服务 是在下的荣幸 叶臣笑了笑 说道 宝阁主 那咱们就明天见了 好的 叶大师 咱们明天见 挂了电话 宝富贵心里还多多少少有些疑惑 心中不免暗存 真是搞不太明白 叶大师为什么要来珍宝阁 参加这种司法拍卖 我这珍宝阁里 常年会举办很多大型拍卖会 其中不乏各类奇珍异宝 但叶大师好像基本上都没来参加过 而这一次的拍卖会 不过就是一场很普通的司法拍卖 拍卖的东西也不过都是一些被法院查封的资产 其中以二手车和二手房居多 根本就是不入流 这样的拍卖会不可能吸引任何高端人士参加 可叶大师这么厉害的人物 为什么还要亲自过来 这次拍卖会的拍品 好像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最值钱的是一栋老旧的二手别墅 起拍价六百万 估计市场价也就八百多万的样子 叶大师住在汤辰一品 这样的房产根本不可能看得上啊 宝富贵虽然百思不得其解 但一想到周一就能与叶辰多接触接触 心里依旧十分激动 这段时间他也没少听说金灵 那几个大名鼎鼎的人物都得到了叶辰的馈赠 据说叶辰赠给他们的丹药 有死而复生的奇效 所以他觉得如果自己也能有机会 多跟叶辰拉近些关系 或许也有机会得到一颗能起死回生的神药 周一早上 夜晨早早洗漱完毕 穿戴整齐 一个人打车前往珍宝阁 这场拍卖会本身就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所以在金灵本地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 也没有多少人关注 不过远在上千公里外的燕京 却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这场拍卖会 这些人关注的重点只有一个 那就是苏家的大儿媳妇 苏首道的老婆杜海青 所有人都关心的一件事 就是杜海青今天到底会不会亲临这场拍卖会 有人觉得杜海青不会出现 因为他们认为苏家一定会就这件事情向杜海青施压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杜海青丢了苏家的颜面 可也有人觉得既然杜海青已经去了金灵 已经去了叶长英的故居 甚至已经报名要参加这场拍卖会 那以他的性格就一定会去 哪怕是天上下刀子也一定会去 于是好事之人甚至在燕京开了一个下注的盘口 就杜海青到底会不会出现 开始了下注博弈 此时此刻的杜家老宅 杜海青也已经准备妥当 这场拍卖会 他早已决定必须到场 所以即便苏家对此意见很大 他也毅然决然地准备出发 苏之飞苏之余兄妹二人 一大早就守在杜海青的房间门口 待他房门打开的那一刻 兄妹俩立刻看到了穿戴非常正式的妈妈 苏之飞顿时急了 脱口便道 妈 您还真准备去参加那场拍卖会吗 杜海青微微点头 说 早就已经报过名了 又怎么能不去呢 苏之余一脸焦急地说 妈 您不能去啊 我朋友告诉我 现在全燕京的人都在关注着您呢 他们说 如果您真去了 苏家就彻底颜面无存了 杜海青认真地说 苏家的颜面不是我决定的 是苏家自己决定的 你爷爷 你爸爸的所作所为 才是真正关系到苏家颜面的关键 苏之余急切地说 妈 我明白您的意思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 苏家之前的那几件事都已经无法挽回了 可如果您现在能放弃参加这场拍卖会的话 苏家还能最后挽回几分颜面 杜海青看着苏之余非常认真地说道 至于妈从来不在乎任何人对我的看法 包括这件事也是一样 所以谁都可以这么认为 但唯独你不可以 你知道为什么吗 苏之余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随后他开口追问道 妈 为什么我不可以 杜海青十分严肃地说道 他们之所以觉得 我应该为苏家挽回最后的颜面 无非就是觉得 我是个嫁出去的女人 他们觉得 作为一个已经嫁出去的女人 无论任何时候 都要以夫家的利益为上 自己的丈夫在外面有了情人 绝不能大吵大闹 相反还要做出一副天下太平的样子 给所有人看 让所有人知道 自己时刻以丈夫的面子为重 在他们眼里 这样的女人才教实大体 但是在我看来 这样的女人太可悲了 我凭什么要委屈自己迎合别人 我凭什么要委屈自己成全别人 难道就因为我是个女人 说到这杜海青看着苏之瑜 无比郑重地说道 至于 妈从来不希望 你嫁给一个多么有钱 多么有权的夫家 妈只希望你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够维护好你自己的尊严 千万千万不要沦为那种 要以所谓大局为重的女人 否则的话 你这辈子都不会幸福 苏之瑜在这一瞬间 如遭雷击 她看着自己妈妈坚毅的眼神 内心中忽然间 翻起了惊涛骇浪 她不禁暗想 为什么我会跟妈妈 说出那样的话 难道这样的事情 将来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也会这么要求 我自己吗 苏之瑜啊 苏之瑜 你怎么会这么愚蠢 想到这 她不禁握紧拳头 咬牙说道 妈 既然您一定要去 那我陪您一起去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208章 再见苏之瑜 上一秒的苏之瑜 脑子里考虑的是苏家的面子 但是这一秒的苏之瑜 才忽然恍悟过来 我虽然是苏家的人 但我同样也是一个女人 如果今天我在妈妈 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不能坚定地站在她的身边 那将来如果我嫁了人 也遇到同样事情的时候 也不会有人站在我的身边 这件事从根源上来说 不是苏家的面子问题 而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这个原则性的问题 真正关乎的是熟对熟错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不能因为错的是男方 就要求女方逆来顺受 就要求女方一切 为男方的面子而委屈自己 所以今天 我一定要陪妈妈一起 参加这场拍卖会 苏之瑜一见如此 内心深处十分无奈 作为苏家的长子长孙 他其实是能够分清利弊的 站在苏家的角度上 他觉得妈妈 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参加这样的拍卖会 因为以苏家的大局为重 但听妈妈和妹妹说了这么多之后 他心里也忽然恍恶 自己不能只站在苏家的角度 而忽略了妈妈自身 于是他叹了口气 开口道 妈 我也陪您一起吧 杜海青欣慰地笑了笑 认真道 知妃 你就不要陪我一起了 让之瑜陪我就行 苏之妃急忙问道 妈 为什么不让我去陪您啊 杜海青非常严肃地说道 你是苏家长子长孙 这时候还是不要给自己招惹是非 苏之妃忙道 可是知妃他杜海青摆摆手 你跟知妃不一样 苏之妃心里其实很清楚 他是长子长孙 将来是要尽量争取继承苏家的 如果他真的在爷爷眼里犯下大错 那他就彻底失去了继承苏家的机会 而他自己也远没有苏之妃那么豁达 苏之妃可以对苏家的资产 权势以及继承权毫不在意 但苏之妃还做不到这一点 这时候老管家也出言劝慰道 小少爷您就听二小姐一句劝 别跟着过去了 苏之妃迟疑再三 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 开口道 妈 那我 那我就不陪您过去了 说完 苏之妃羞愧地低下了头 他知道 虽然是妈妈主动不让自己去的 但自己终究还是怂了 杜海青仿佛看透了他的心理所想 开口道 知妃 让司机送你去机场吧 我已经安排好了飞机 十点钟准时起飞 送你回燕京 啊 苏之妃惊呼一声 妈 我 我不想回燕京 杜海青认真道 不想回 也得回 十点钟 我参加拍卖会 你启程回燕京 这也是你给苏家的一个表态 苏之妃当时便急了 脱口道 表什么态 难道我要表态 让他们觉得 我故意跟您分道扬镳吗 对 杜海青点了点头 毫不掩饰地说道 妈就是这意思 妈要做的事情 是妈自己的事 和你没有关系 你没必要站在我身边 也没必要因为我 而受到牵连 你现在回去 只是给外界一个表态 给你爷爷一个表态 最大限度 降低妈对你的影响 而且这对我们母子之间的感情 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损伤 何乐而不为呢 苏之妃脱口道 可我不想表这个态 杜海青无奈地叹了口气 笑道 你也应该成熟一点了 说着他看向老管家 开口道 王叔 你你帮我送支飞去机场吧 老管家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好的二小姐 苏之妃急忙说道 妈 我在金陵还有正事要办呢 杜海青微微一笑 不要紧 哪怕你十点钟的飞机回去 下午紧接着就飞回来也行 最重要的是 要让别人看到你的态度 说完 杜海青又嘱咐一句 支飞 支飞 厉害关系吗 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别让妈从头再说一遍 苏之飞抿了民嘴 无奈地点了点头 好的妈 我这就去简单收拾一下 跟王爷爷去机场 二十分钟后 两辆黑色轿车从杜家老宅驶出 其中一辆前往市区内的珍宝阁 另一辆则出城前往金陵国际机场 第一辆车里坐着杜海青和苏之余母女二人 母女二人容貌十分相似 都可以算得上是倾国倾城的美女 当年杜海青有燕京第一美女之称 可以说是燕京无数达官贵人 竟相追捧的对象 只可惜 纵使杜海青有倾国之貌 但还是败给了叶辰的妈妈 苏之余很年轻 所以看起来 虽然不如杜海青那般有成熟韵味 但眉宇间却比杜海青多了几分英气 前往拍卖会的路上 母女人并排而坐 杜海青看向窗外 思绪纷飞 她不自觉地想到叶长英 又不自觉地想到叶长英的那处旧宅子 而后又不自觉地想到那天在旧宅子里 见到的那个年轻人 她一定是长英的儿子 否则不可能与长英长得如此相像 只是这两天一直没找到关于她的任何消息 不知道她今天会不会来参加拍卖会 与此同时 珍宝阁内戴着一次性口罩的叶辰 在宝富贵热情殷切的陪伴下 迈步走进了拍卖会场 虽然拍卖会还有半个小时就将开始 但宝富贵硬是让人把所有参加拍卖的人 全部拦在了珍宝阁的门外 用她的话说她之所以这么做 主要是担心叶辰的身份被人看到 所以要等叶辰进了包厢之后再放其他人进来 由于珍宝阁有多个包厢 所以叶辰便问她 宝富贵今天包厢还有其他人预定吗 有 宝富贵急忙说道 有一个姓王的想预定一个包厢 但是我怕其他人在两侧包厢里会影响叶大师您的兴致 所以就没答应 我对外说的是 这场拍卖会重要程度不够高 所以不开放包厢预约了 除了您之外 其他人全部坐在外面大厅 叶辰轻轻点了点头 道辛苦你了 我看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 你还是赶紧让其他参加拍卖的人先进来吧 好的叶大师 宝富贵冲叶辰居了一躬 急忙转身出了包厢 片刻后参加这次司法拍卖的竞拍者们 开始陆续进场 叶辰坐在单向玻璃的包厢内 所以也不担心其他人会看到自己 他仔细观察着每一个进来的人 发现大部分人的穿着打扮都十分普通 看来这司法拍卖的对象 大都是一些普通的工薪阶层 就在这时 他忽然看见两个有些熟悉的女人 并肩走了进来 这两个女人看起来好像年纪相差不多 大一点的风韵十足 小一点的也同样美艳动人 若是不知道的 肯定还以为这两个女人是姐妹关系 不过叶辰却一眼将两人认了出来 他认出那个年轻点的女人 就是自己在日本意外救过的苏之鱼 至于那个年纪大一点的女人 就是自己在父母救居看到的那个妇人 杜海清 叶辰看着两人绝美的身姿 不禁低声感叹 想不到这个杜海清还真的来参加竞拍了 上文龙序 叶公子 第1209章 屡教不改 与此同时 燕京苏家 苏守德向苏老爷子汇报道 爸 大嫂带着只鱼去拍卖会现场了 什么 老爷子苏成风的表情 当时变得寒气凛然 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杜海清真的是太过分了 苏守德连忙询问 爸 咱们现在怎么办 苏老爷子咬紧牙关 立声说道 杜海清既然完全不顾苏家颜面 那也不要怪我不给他留余地了 说吧 他气急百坏地骂道 当年那个欧洲的王妃 就是屡教不改 不但找了一个异教徒的男朋友 甚至据传还怀了那个异教徒的孩子 他将王室颜面置于何处 他要是不把王室逼到极致 王室又怎么会对他下手 说到底都是自己做的 苏守德压低声音 谨慎不已地询问道 爸 您该不会是真要对大嫂下手吧 杜家现在虽然有些走下坡路 但整体还算是身居高位 我们贸然动手的话 一定会触怒杜家 说着 苏守德又低声说道 而且整个燕京都看着呢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动手 所有人都会知道 肯定是我们做的 苏成风冷哼一声 说道 我不怕他们知道 相反 我倒是怕他们不知道 杜海青这个女人 一样地屡教不改 我们要是没有任何动作 外界会觉得我们苏家 可以任由别人肆意侮辱 忍气吞声 紧接着 苏成风猛地一甩手 眼神中满是毒辣地说 只要我们做得干净一点 不要留下任何实质性的线索 就算全世界都知道 是我们做的 又能把我们怎么样 苏守德赶忙追问 爸 那我们让谁动手 苏成风开口道 这件事 我已经提前安排好了 原本想着 只要杜海青不去 参加这场拍卖会 我也就不跟他一般见识了 但既然他不识抬举 那也别怪我不留情面 苏守德又问 爸 那只鱼怎么办 苏成风淡淡道 我交代过了 他们不会对只鱼动手 说着 苏成风又问 对了 知飞去了吗 苏守德摇了摇头 那边没提到知飞 应该是没去 一旁的苏守里 急忙说道 爸 知飞已经在金陵机场了 十点钟飞回来 苏成风听到这话 心里多少有些欣慰 开口道 看来知飞 果然没有辜负 我给他起的这个名字 人能知晓是非 才是最重要的 苏守德急忙说道 爸 如果您真的要教训大嫂 那一定得想办法 安抚之飞的情绪 否则的话 我怕这孩子想不开啊 苏守德说话 总是亦有所知 他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让老爷子对大哥一家 都充满愤怒 他心想 单单是让老爷子 对大哥苏守道 心生不满 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老爷子 现在身体还很硬朗 所以将来他很有可能 直接隔带传位 也就是说 老爷子很可能 在干个十年八年之后 直接掠过 我和大哥这一代人 把家族的族长之位 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万一他传位给苏之飞 那我就算现在扳倒了大哥 又有什么意义 老爷子让位之后 苏之飞也会压我一头 所以必须要让老爷子 对苏之飞也丧失信心 正因为抱着这样的心思 苏守德才故意 用这种杀人诛心的方式 故意提点老爷子 要注意安抚苏之飞的情绪 他说的正义凛然 好像真的关心自己 这个大侄子 其实他就是 故意想点醒老爷子 想让他知道 如果他真动手 整死了苏之飞的亲生母亲 苏之飞一定会 枉死里记恨他 这种杀母之仇 无论用什么样的办法 都不可能安抚得了 苏守德觉得 只要老爷子认清这一点 那么他就绝对不会 再给苏之飞任何机会 因为那样等于羊虎为患 果然苏老爷子的表情 变得十分难看 苏守德的话 确实让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 如果自己决定对杜海清下手 那么长子苏守道 这一家人 必定会与自己反目成仇 可是他心里也很清楚 若是自己不对杜海清下手 苏家颜面将当然无存 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杜海清如此放肆 一旦苏家颜面 可以被这样一个女人肆意践踏的时候 苏家还怎么维持自己的地位与尊严 想到这 他冷声道 等这件事告一段落 就让之飞去澳大利亚跟你大哥碰面 以后就不要回来了 苏守德一听这话 整个人兴奋至极 爸爸让苏之飞去澳大利亚跟大哥碰面 那就等于是被发配流放 这对父子就再也不可能有机会竞争苏家继承人之位 一辈子就只能在澳大利亚混吃等死了 如此一来 我就是爸爸眼中最好的传位人选 真是快灾 快灾 与此同时 时间已经接近上午十点整 拍卖会的会场 稀稀疏疏的做了几十个人 这些都是参加今天司法拍卖的竞拍者 他们看中的那都是一些二手房产和汽车 因为司拍的商品几乎全都牵扯着某些官司 关系错综复杂 所以大部分的普通人对这类交易并不是很感兴趣 以前就有过很多案例 比如拍下司法拍卖的房子 但原房主拒绝搬离 最后搞得买主交投烂额一地鸡毛 正因为如此 法拍的房子 成交价一般都会比市场价低一些 如果不怕麻烦的话 倒是可以省点钱 由于大家都是来捡漏的 所以司法拍卖很难有外面拍卖会的那种激情 在外面的拍卖会上有时候会有双方或者多方争抢一件商品 几十万的东西最后因为互相抬价斗气 最后几百万成交的案例也比比皆是 参加司法拍卖的大家都想省钱捡漏 市场价一百万的房子 大家都希望八折拿下 再不计也得是个九折 一旦超过九折 吸引力就会骤降 所以这样的拍卖会一般也没什么意思 时点整 拍卖是卖不入场 由于一切从简从快 所以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过场 拍卖是一上台 便直奔正题 说到 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一次的司法拍卖 今天我们要拍卖的第一件商品 是金陵博威公司名下的一辆奥迪A6 该车上排三年 行驶里程十一万三千公里 起拍价十五万 竞拍最低 加价一千元 现在开始 像这样的二手车 同样车矿的二手车 在正常市场中的成交价值 一般在二十一万左右 因为天花板就是二十一万 所以大家竞价也都非常理智 几番叫价之后 价格被一路提到是十八万 很多出价者都纷纷放弃 只有两个人还在坚持 不过由于价格逼近天花板 剩下的两人出价也十分谨慎 几分钟之后 其中一人将价格出到了十九万五 另一方便没有再跟 拍卖是随即宣布 第一件拍品 以十九点五万元的价格成交 包厢里陈泽凯随意翻看了一下 拍卖会的资料 对夜晨说道 少爷今天一共有十一辆车 参与竞拍 车拍完之后就开始拍房 您父母的故居就排在房产的第一个 起拍价八十八万 我已经跟司机打过招呼了 不管叫到什么样的价格 他都会跟到底 一定会帮您将这套宅子拍下来 上门龙序 夜公子 第一千二百一十章 不是钱的问题 夜晨轻轻点了点头 对父母的故居 他也是志在必得 毕竟 这套故居 承载着自己与父母在一起的最后时光 意义非凡 随着几辆法拍车 逐渐被人拍走 拍卖会便进入到了房产拍卖的环节 这一次参加司法拍卖的房产 一共有十三套 不过这十三套房产里 起拍价最便宜的 就是夜晨父母曾经居住过的那一套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那套老宅已经被金陵化归为保护性建筑 不但禁止拆迁 而且还禁止翻盖 更重要的是 无论谁买下这套老宅子 都对这套老宅有一定的保护义务 房子本来就很老旧了 而且又无法拆迁 获取更大的经济价值 就算是自己想翻盖也不允许 所以这样的房子基本上没有人感兴趣 无论任何人买下这套房子 都不可能有机会再变现了 不过夜晨和杜海青都在等着这套房子的开拍 因为这套房子的起拍价最低 所以一进入到房产拍卖环节 拍卖师便直接将这套房产的照片 投在了大银幕上 开口介绍到我们今天要拍卖的第一套房产 是位于旧街口的一套保护性老宅底 关于这套老宅的具体资料 大家都可以在拍卖手册上看到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 直接开始进行拍卖 起拍价为88万元人民币 现在开始竞拍 拍卖师的话音刚落 杜海青便直接举起牌子 开口道 100万 好 拍卖师立刻说道 34号竞拍者出价100万 还有比100万更高的吗 坐在角落里的一个相貌平平的中年男子 立刻举起牌子 开口道 150万 这个中年男子就是陈泽楷的司机 150万 拍卖师一下子目瞪口呆 起拍价88万 才叫了两轮就到150万了 几乎翻了一倍 要知道 这套房产几乎就是没有什么升值空间的 花150万买这么一套房子 唯一的可能就是砸在自己手里 因为诧异 他还没回过神来 杜海青便再次举起牌子 认真的说 拨出200万 拍卖师更是诧异不已 他立刻看向杜海青 开口提醒道 34号竞拍者 我有必要提醒你一句 该房产禁止拆迁开发 禁止重新翻盖 必须根据市里的要求 保持原模原样 同时还要承担一定的维修义务 这些特殊性 你都确定知晓吗 杜海青点点头 我确定知晓 拍卖师虽然一头雾水 但还是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34号竞拍者出价200万 还有比200万更高的吗 角落里那个中年男子 立刻说道 我出300万 300万 拍卖师擦了擦汗 继续问道 现在22号竞拍者出价300万 还有比他再高的吗 400万 杜海青几乎不假思索地举手 拍卖师一听这话 慌忙道 34号出价 四 话没说完 陈泽凯的司机 便高声说道 我出500万 杜海青这一次 甚至没给拍卖师 任何思考的时间 直接开口说道 我出800万 800万 现场顿时一片惊呼 这套老宅 在其他参与竞拍的人眼中 根本就不值钱 一套又老又破的旧宅子 不但没有任何商业价值 而且住起来也很不舒服 像这样的老房子 不是漏风就是漏雨 冬天肯定特别冷 夏天一定特别热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还不如随随便便租一套市里边提供的连租房 所以每个人都觉着 以88万的起拍价来看 这套宅子大概率是要流拍的 可是谁又能想到 就是这么一套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的房子 竟然短短时间内就被人争抢 推高到了800万的价格 陈泽凯的司机虽然自己没什么钱 但是陈泽凯早就交代过他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拿下这套宅子 别说只是800万 就算是8000万也在所不惜 所以他也完全不甘示弱 当即举手说到 880万 880万 相较起拍价的88万 翻了整整十倍 但是两人之间的竞争 不过才是刚刚开始 杜海青似乎不想继续这样一点点的提高价格 他直接举手 开口道 1000万 整个拍卖会现场再度一片哗然 包厢内 陈泽凯在夜晨耳边说道 少爷 杜家这位二小姐 看来也是志在必得啊 夜晨点了点头 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是太懂这个阿姨的想法 他和我父亲 毕竟没有什么实质的感情基础 何必抓住这套老宅 不放呢 陈泽凯感慨道 说实话 虽然我比您大不了几岁 但是这个杜海青对您父亲的感情 我也曾经有所耳闻 却是称得上是情深意亡 夜晨恩了一声 外面的拍卖会 陈泽凯的司机 已经把价格 叫到了1200万 这时候 杜海青也紧随其后 将价格提高到了1500万 夜晨不由地皱了皱眉 开口对身边的陈泽凯 说道 跟你的司机发个微信 让他直接叫价3000万 好 陈泽凯点了点头 立刻掏出手机 发了一条微信 紧接着外面拍卖会 现场的中年男子再次举手 在杜海青1500万的基础上 直接翻了一倍 提高到了3000万 现场已经满是丝丝的稀气声 一套连100万都值不了的宅子 竟然被抬到了3000万的高价 这简直是司法拍卖历史上 闻所未闻的事情 杜海青此时也十分震惊 他回过头 看着角落里那个 一直跟自己抬价的男子 心中很是诧异 我实在想不明白 这个陌生男人 为什么会对我关注的这套宅子 有如此强烈的购买欲 其实我今天来之前 也曾设想过拍卖会上 会遇到竞争者 但是我预想中的竞争者 应该是我那天 在长英故居遇到的年轻人 因为那个年轻人和长英 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应该就是长英的儿子 这几天 我也一直在想办法 找寻他的下落 但是一直都没有 找到任何线索 而现在 那个年轻人 也没有出现在拍卖会上 可是 除了他 还会有谁 对这套老宅如此执着 这个出价三千万的中年人 到底是谁 或者说 他到底是谁派来的 就在杜海青思绪纷飞地时候 拍卖师开口道 三千万一次 三千万两次 还有比三千万价格更高的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三千万第三 话没说完 杜海青回过神来 急忙开口道 五千万 我出五千万 这拍卖师自己 都有些不敢置信 哆哆嗦嗦地喊道 五千万第一次 陈泽凯的司机 甚至都有些紧张了 虽说花的不是他的钱 可是 他也觉得这钱 花的实在是 有点太冤了 于是 他赶紧给陈泽凯 发了一条微信 老板 还出价吗 陈泽凯立刻回复道 在家五百万 于是 那司机 再次举起了手 开口道 我出五千五百万 夜晨隔着单向玻璃 看着苏之鱼身边的杜海青 轻叹了一声 开口对陈泽凯道 老陈 如果这位杜家二小姐 还加价的话 就让你的司机 起拍吧 陈泽凯 目瞪口呆地问 少爷 您难道要放弃 说完 他急忙 又鼓冲一句 少爷 别说五千五百万 就算是 五亿五千万 对咱们来说 也是九牛一毛啊 夜晨轻轻摇了摇头 唏嘘道 哎 算了 不是钱的问题 成全这位阿姨吧 上门龙序 夜公子 第一千二百一十一章 君子当成人之美 陈泽凯没想到 夜晨等待了很长时间 志在必得的老宅子 竟然说放弃就放弃了 他自己都忍不住为夜晨着急 脱口说道 少爷 您想买这套宅子 已经想了这么久了 现在只差这临门一脚 您可千万不要放弃啊 否则 如果您将来后悔的话 可就没有后悔要 吃了 夜晨轻叹一声 摆了摆手 认真道 不要了 不要了 现在看来 这个杜阿姨 比我更需要这套宅子 说着夜晨轻声感慨道 这是我和我的父母 共同居住过的老宅 但我却没有勇气 亲自站出来 亲自坐在拍卖厅参加竞拍 反观这位杜阿姨 却能光明磊落地 坐在外面出嫁 单纯从这一点上 她就比我强得多 比我更有资格得到这套宅子 夜晨是打心理 佩服杜海青 现在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 自己就是夜家少爷 不知道自己就是夜长英 留在这世上的血脉 所以自己出于谨慎 也没有公开参加这场拍卖 甚至连报名都是 以陈泽凯斯基的名义 单纯从这一点上来说 她就很佩服杜海青的魄力 正所谓君子当成人之美 所以夜晨便决定 放弃竞争 把这套宅子让给杜海青 她虽然不认识杜海青 但是也知道杜海青深爱自己父亲多年 可是都没能换回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或许这套宅子 能给她过去这深爱自己父亲的三十来年 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思想未见 这也算是自己带已经死去的父亲 感谢他这么多年来的情谊 此时外面的竞价还在继续 陈泽凯的司机还没有收到放弃的指示 在杜海青叫价六千万之后 他再次举手 叫出了六千一百万的价格 夜晨脑海中回想起那套老宅 深深地叹了口气 站起来对陈泽凯说 告诉你的司机不要再出嫁了 说完他戴上口罩 转身便出了包箱 与此同时 杜海青毫不犹豫地再次举牌 开口说道六千两百万 陈泽凯见此急忙追了上来 一边快步跟上 一边赶紧给司机发语音信息 放弃竞拍 不要再出嫁了 他的司机刚把手举起来 忽然收到信息 急忙点击播放 扬声器传出 陈泽凯刚才说过的话 于是他立刻将已经举起来的手 又收了回去 拍脉是已经激动得 有些语无伦次 眼见他举手又放下 急忙问道 二十二号竞拍者 请问您到底是出嫁 还是不出嫁 司机开口道 我放弃 听到这三个字 杜海青心头忽然涌上一阵心息 一块大石头也终于落了地 紧接着拍卖师大声说道 六千两百万一次 六千两百万两次 六千两百万三次 成交 随后他手中的拍卖锤 重重地敲在台面上 随着这冬的一生 杜海青瞬间喜极而起 这几天 他一直为这套宅子夜不能寐 茶饭不思 一心想把它买下来 又担心会横生变故 现在终于尘埃落定了 虽然价格远远超出 他作为一套宅子原本的价值 但对杜海青来说 这套宅子是无价的 他从青春懵懂得年月开始 就爱上了叶长英 一直到叶长英娶妻 到叶长英离世 他对叶长英的爱 都未曾变淡哪怕分毫 三十多年过去了 叶长英留给他的 除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以及一些老照片之外 再无其他 别说留下什么 能够寄托埃斯的信物给自己 就连自己想去叶长英的坟前 祭拜都难如登天 现在自己终于买下了 他曾经居住过的老宅 心中那三十多年的情感 也终于有了一个 可以安放的处所 苏之余眼见妈妈 泪流满面的样子 心里五味杂陈 他一边心疼妈妈 这么多年的痴情 一边又同情爸爸 这些年的所托非人 可是转念间又想到爸爸 早就有了身体上的出轨事实 还有了一个 只比自己小一岁的私生女 心里又觉得爸爸并不值得同情 紧接着他又想到自己的恩公 眼看着妈妈的痴情一生 他不禁在心中问自己 苏之余啊 苏之余 如果你找不到恩公 你会不会跟妈妈一样陷进去 一辈子也出不来 要真是那样的话 你还不如妈妈幸运 起码 他还认识那个叶长英 而且与叶长英一起长大 有很多共同的经历与过往 你甚至都不知道 你心心念念的恩公 到底叫什么 此时此刻 珍宝格的后 戴着口罩的叶晨 快步从通道内走了出来 出了门 他抬头看着有些阴霾的天空 眼眶已然沉满泪水 自从父母八岁那年 撒手人寰 叶晨这些年 就和杜海清一样 对父母的情感 同样无处安放 他甚至还不如杜海清 因为杜海清 起码还有一些老照片 可叶晨哪怕连一张 父母的照片 都没能保存下来 父母出世之后 连同父母的尸体 老宅的所有物品 都在极短的时间内 被空运去了燕京 叶晨等于 只穿了一身衣服 进了福利院 从那一刻起 他几乎失去了所有能够寄托 哀思的物品 一直到前段时间 顾炎中带自己去叶灵山 祭拜父母之前的这些年 他甚至不知道父母埋在哪里 所以这套宅子就承载了 他对父母所有的思念 就在一分钟以前 叶晨对这套房子 同样置在必得 他甚至觉得 哪怕花上亿 甚至几个亿 自己也一定要把这套房子买下来 可是就在刚才那一刻 他忽然决定成全杜海清 现在他并没有为自己的决定而后悔 他只是单纯为失去这套宅子 而感到几分凄凉与悲伤 陈泽楷追出来 眼看叶晨的眼眶之中满是泪光 心头一阵骇然 认识叶晨这么久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叶晨 眼含热泪 他不由在心底惊叹 这还是那个无数人敬仰的叶大师吗 这还是那个在长白山下 一道天雷埋葬吴家八大天王 迎着出生的太阳 从雪崩里走出来的叶大师吗 这一刻他就像个找不到回家道路的孩子 痛苦又无助 这一刻陈泽楷在心疼自家这个少爷的同时 心中对他又多了几分敬佩 叶晨这已经不是忍痛割爱那么简单了 他是把所有的遗憾都留给了自己 把心里的救赎与重生留给了杜海清 想到这他忍不住叹了口气 走上前来 低声问道 少爷您没事吧 我没事 叶晨摆了摆手 硬生生将眼泪憋了回去 开口道 老陈你开车送我去老宅看看吧 趁着那个杜阿姨还要留下来办些手续 我想再过去看几眼 等他交接完之后 再想看就没那么容易了 陈泽楷急忙说道 好的少爷 您稍等片刻 我这就去开车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212章 不时台句 陈泽楷很快将车开了过来 叶晨正要上车 珍宝阁的老板宝富贵便急忙跑了出来 紧张地问 叶大师 您怎么这么早就走了 叶晨淡然道 突然有点事要去处理 所以就不多带了 宝富贵急忙追问 叶大师 您是不是对珍宝阁的服务不是很满意 叶晨摆了摆手 不是和你们珍宝阁没有关系 宝富贵这才松了口气 赶紧又问 对了叶大师 今天参加拍卖的物品 您有没有什么比较感兴趣的 如果有的话 您告诉我一声 我一定帮你拿下 叶晨摇头笑道 拍卖会上没什么 我感兴趣的东西 我今天过来 就是凑热闹 你不用太在意 说着 他指着面前的劳斯莱斯 对宝富贵说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改天有时间 再聚吧 宝富贵急忙点头哈腰的鞠躬说道 叶大师 您慢走 下次如果珍宝阁 再举办拍卖会的话 我一定提前跟您联系 叶晨点了点头 与宝富贵说了声再见 便坐上了车 随后 陈泽楷便在这叶晨 前往叶晨当年 与父母共同居住过的 那套老宅子 宝富贵眼看叶晨 乘坐的劳斯莱斯 离开珍宝阁 这才转过身 回到了拍卖会场内 此时 终于以6200万天价 将叶晨父母故居 拍下来的杜海清 已经来到了拍卖会的后台办公室 开始与工作人员 办理购房手续 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 此时依旧难掩 震惊地看着杜海清 开口道 女士 您确定要以6200万的高价 购买这套房产吗 如果您现在想违约的话 我们只会扣除您 一万元的竞拍押金 然后把您加入黑名单一年而已 您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这毕竟是一场司法拍卖 拍卖所得的所有资金 都将用于被告 偿还其涉案的金额 所以无论卖多卖少 对司法部门来说 都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牵扯 所以他们更希望 司法拍卖的商品 能够真正卖出性价比 他们是觉得 杜海清出的这个价格 实在是太离谱了 这套房子于情于理 都不值这么多钱 一旦杜海清把这个钱付了 那就再也没有反悔的余地了 房屋拍卖所得的所有款项 都将立刻用于司法赔偿 绝不可能再有后悔的空间 可万一杜海清付完钱真后悔了 到时候他如果要闹的话 也肯定是来司法部门闹 到时候多多少少 也会影响他们自己的名声 对他们来说还是个麻烦 所以为了杜绝麻烦 他们更希望杜海清 不要当这个冤大头 现场反悔就最好了 等下次司法拍卖的时候 再把这套宅子重新拿出来 拍一个正常的市场价 这样也算是皆大欢喜 而且他们心里还觉得 杜海清一定是现场 跟那个人叫价叫上头了 所以才你一句 我一句的不断加价 否则的话 但凡是一个正常人 都不可能出到 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价格 可是杜海清此时 却非常笃定地开口道 我不需要考虑了 请尽快为我办理付款 以及剩下的过户流程 越快越好 谢谢 工作人员擦了擦汗 认真地解释道 女士 你现在要买的这套房子 起拍价只是88万元人民币 市场价最高大概 也就在130万的样子 您现在的拍卖价格是6200万 差了将近50倍啊 您真的不需要再考虑考虑 杜海清摇了摇头 坚定地说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 不需要再考虑了 请尽快帮我办理吧 几名工作人员 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 其中一人开口说道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为您办理 后续的付款流程 您的银行账户余额够吗 杜海清点了点头 够 好 工作人员硬着头皮 拿出post机 开口道 女士 请您确认您的发卡行 单日交易限额没问题 很多用户的卡 单日交易金额上限 都默认为100万元 如果您的交易 限额不够的话 还请您跟银行那边 联系一下 一旁的苏之余 有些急躁的说道 你们哪来这么多问题 直接刷卡不就行了吗 如果我们的卡连交易 限额都不够的话 又怎么可能眼巴巴的 在这等着付款呢 工作人员尴尬的说 不好意思啊小姐 主要是我们也没有办过 这么大金额的单笔交易 所以想跟您二位确认清楚 实在是不好意思 说完 工作人员在post机上输入数字 确认无误之后 递到杜海青面前 说道 女士 请您刷卡吧 杜海青点点头 掏出银行卡 来递给对方 随后输入密码 紧接着 post机上便显示 银行已经确认 交易扣款成功 于是便自动打出了流水单 工作人员真是感叹无比 看来是有钱人 根本就不把钱当回事 多花几十倍 对他们来说 也完全不算什么 随后 工作人员拿出一式 五份购房协议 对杜海青说道 女士 请您核对一下 合约细节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这五份购房协议 每一份都要签字 而且是每一页 都要签字确认的 杜海青点了点头 翻开大概 看了看条款 确定产权归属清晰 没有任何问题之后 便立刻开始在合约上 签署自己的名字 与此同时 燕京苏家 苏守德气急败坏的 对苏老爷子苏成峰说道 大嫂这个女人 真是太不实抬举了 不但去参加了拍卖会 还以六千两百万的价格 拍下了那套最多一百来万的宅子 我看要不了多久 这件事就会闹得整个燕京满城皆知 到时候咱们苏家的颜面 又会严重受损 说着 他愤恨的说 他他妈到底是有多喜欢 叶长英那个王八蛋 真是岂有此理 苏成峰面带寒霜的说道 不要叫他大嫂 我们苏家 没有这样的儿媳妇 苏守德恼怒的说 爸 早知道是这样 还不如就在他去拍卖会的路上 把他干掉算了 那样起码还能保住 咱们苏家的几分颜面 苏成峰冷声说道 这种事情 我们如果提前动手 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韦 如果他还没有损伤 我们苏家的颜面 我们苏家就提前把他干掉了 这要是传出去 我们苏家会成为 全民唾弃厌恶恶的对象 会成为整个燕京上流社会 口诛笔伐的对象 说着 苏成峰反问他 你难道忘了 欧洲那个世界文明的王妃 也是在跟异教徒谈了恋爱 并且怀了对方的孩子 准备结婚之后 才被干掉的 可即便如此 即便外界一直捏 有确切的证据 皇室也被骂了几十年 如果皇室仅仅因为王妃 跟异教徒谈恋爱 就把王妃干掉 那皇室恐怕早就被 老百姓的唾沫淹死了 说到这里 苏成峰叹了口气 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脸 开口道 别人得切切实实 打在我们的脸上 我们才能动手杀了对方 你不能只是因为对方瞪你一眼 就要把对方干掉 那是要捅大搂子的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213章 要无懈可击 苏守德虽然名字里有个德字 但本身却什么德都没有 不但没有道德 也同样没有武德 而苏成峰虽然也是无德之辈 但起码老谋身算 这样的人一般情况下都是表面满嘴 仁义道德 内力满腹 难道女娼 但关键就在于满腹的难道女娼 不能被人看出来 苏老爷子的肚子里 坏水发酵了一辈子 缺德的事不知道干过多少 可真正玩杂了的 只有苏若离那一次 大部分情况下 苏老爷子还是很会做表面功夫的 此时 苏老爷子已经把苏守德当成了 未来的接班人培养 于是便语重心长地说 守德啊 你要知道 上流社会的生存法则 以及处事诀窍 总体来说就四个字 师出有名 师出有名 苏守德急忙追问 爸 您能具体说说吗 苏老爷子解释道 所谓师出有名 就是任何事都要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名分 如果一点名分都没有 我们就直接上去给对方一通乱打乱捶 那这就属于不按套路出牌 属于不讲武德的年轻人 只能好自为之了 你看看 古往今来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就算是侵略者要侵略一个国家 一般情况下也都会找一个勉强能够说得过去的理由 就像卢沟桥七七事变 日本人也是谎称有一位使兵失踪 然后借机发动了事变 国家之间尚且需要一个理由 就更不用说咱们这些家族了 说到这 苏老爷子表情冷酷地说道 其实我早就想要了杜海青的命 从我知道杜海青打算去金陵的那一刻 我就恨不得杜海青乘坐的飞机失事 死在去金陵的路上 那样就能一劳永逸 一了百了 可是我只能在心里想想 不能直接去做 因为杜海青只是去了金陵而已 并没有做任何犹辱苏家名声的事情 我如果因为他要去金陵 就把他的私人飞机弄下来 那一旦东窗事发 整个苏家都必然完蛋 所以想要他的命 就必须得在他做出实质性 有损苏家名声的事情之后 才算是师出有名 现在杜海青在与你大哥的婚姻 存续期间 跑去金陵竞派叶长英居住过的旧居 而且还是已超出市场价 几十倍的价格 这确确实实已经对苏家的名声 造成了影响 这时候出手干掉他 起码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理由 苏守德听到这里 一脸受叫地说道 爸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今天听您这么一说 真是让我毛色顿开 以后我一定跟在您身边好好学习 好好打磨自己 苏守德长这么大 今天真的是第一次听父亲讲述这种谋略 其实苏老爷子老谋深算 肚子里的谋略多不胜数 这只是非常浅显的一点而已 算不得什么高深的计谋 但是苏守德因为是老二的缘故 所以根本就没有机会学习这样的谋略 这种谋略就像是古代帝王的帝王之术 往往只会传给未来要继承大统的太子 其他皇子根本没有机会学习 连听一听的资格都没有 帝王之所以不愿意将自己的治国之道 权术谋略传授给其他皇子 就是怕其他皇子将来会威胁到太子的安全 这就像那些武侠门派 掌门永远会将最核心的武功 传授给下一任掌门的继承人 而不会传授给其他徒弟 其目的就是要确保继承人的实力更高一筹 这样才不会被自己人暗算推翻 以前老爷子苏承锋每天都在潜心教导长子苏守道 至于其他儿子 他从不传授真正的经验谋略 可现在长子苏守道已经被他完全放弃 长子废掉之后 他心中最理想的继承人就变成了次子苏守德 所以他便打算从现在开始好好培养苏守德 此时的他心中觉得 我将来最多还有十几二十年可活 守德从现在开始成长 十几二十年也差不多刚刚能有所沉淀 这样一来 他也不会威胁到 我接下来这十几二十年对苏家大权的掌握 可如果换作是守道来做继承人 可能再过五年八年 我就压不住他了 如此来看 事情发生到今天这个局面 也未尝就一定是件坏事 就在这时苏守德急忙追问 爸 那咱们现在要怎么干掉杜海清那个贱女人 您已经派了家族内的高手取金陵了 没有 苏成风摇了摇头 开口道 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用自己的人 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苏守德不解的问 爸 您不是说咱们要师出有名吗 现在杜海清有辱家风 我们不就已经具备了动手的理由了吗 苏成风很是失望的斥责道 守德 师出有名是必须的条件 但绝不是唯一条件 如果说只要遮住联络奔 就不会被人认出来 你难道以后出门就只戴口罩不穿裤衩了吗 苏守德惶恐地说道 爸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苏成风冷哼一声 李一声说道 你听清楚 就算是师出有名 这种夺人性命的事情 我们也要尽可能地撇清一切干系 说着 他又补充一句 刚才说的师出有名 只是给我们留个后手 我们最重要的是 别被对方找到任何证据 这件事最好的解决方案 是想办法干掉杜海青 而全世界虽然都觉得 一定是我们苏家干的 但谁也找不到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就像欧洲那位著名的王妃一样 明眼人都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可有什么用呢 谁也拿不出他被害的直接证据 最后只能说他就是死于车祸 死于意外 可以一万步来说 就算外界掌握了皇室谋杀他的证据 皇室起码还有一个给自己开脱罪名 或者减轻罪行的理由 比如他怀了异教徒的孩子 还打算嫁给异教徒 这有损皇室威严 比如他原本已经为皇室带下王子 可一旦他二婚嫁给异教徒 他就将生下一个异教的婴孩 而这个异教的婴孩恰恰又是皇室王子同母义父的弟弟 这让王子的脸往哪哥 这让整个皇室的脸往哪哥又让整个国民的脸往哪哥 这些都是皇室师出有名的理由 同样也是将来东窗事发后给自己洗白的后手 苏守德急忙追问 爸 那你有办法让陆海轻死的不明不白 苏承锋冷笑一声 道 我追求的不是让他死的不明不白 而是要让他死的无懈可击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214章 追加一个条件 听到苏老爷子的话 苏守德登时激动不已的追问道 爸 您有什么好办法 能让杜海轻死的无懈可击 苏老爷子冷笑一声 我让人提前找了一个犯了死罪的北极通缉犯 给他家人一千万安家费 让他逃窜到金陵去 苏守德急忙追问 爸 您是想让那个通缉犯下手 苏老爷子淡然道 是让那个通缉犯下手不错 不过整个计划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说着 老爷子继续说道 我也已经让人把这个消息泄露 给了金陵当地警方 相信很快金陵警方就会全程搜捕这个通缉犯 他身负多宗命案 被抓到就是必死 所以他自然会在警方的追捕下 拼命逃窜 届时 他会如无头苍蝇一样 在金陵四下逃命 然后好巧不巧地逃到拍卖会现场去 等他到了拍卖会现场 金陵警方也一定会派大量人手 将整个珍宝阁团团围住 那他就如同瓮中之鳖 慌乱之中挟持几名人质也实属正常 到时候 这个通缉犯为了活命 自然会以人质为妖邪 带着人质驱车逃离 到那时 他会确保把杜海清带上车的 苏守德急忙追问 那他什么时候干掉杜海清 上车之后 还是逃走之后 苏老爷子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灵力 冷声道 我给他定的计划是逃走之后 再干掉杜海清 然后我就派船送他逃到菲律宾去 不过这个人如果活着 就增加了我们败露的风险 所以我已经安排好了其他人 在他带着杜海清上车之后 直接制造一场车祸 把他和杜海清一起解决掉 说到这里 老爷子阴险地笑了笑 道到那时这两个人会一起去见阎王爷 我们的计划也就永远不会败露 就算全世界都怀疑是我们杀了他 也不要紧 找不到证据的前提下 我随便他们怎么说 苏守德兴奋地说 爸 您这一招真是妙极了 先是暗中指使一个北极通缉犯 逃窜到金陵 偶然逃至拍卖会场绑架杜海清 然后是通缉犯在带着杜海清仓促逃跑的过程中 不巧遇到车祸身亡 连杜海清也一起遇害 这前因后果都非常完美 看起来就是杜海清点而备 我相信应该没人会怀疑到咱们苏家头上来 真的是太完美了 苏老爷子冷笑着点了点头 认真道 想我在伤海中沉浮半生 但凡是我要做的事情 都会向前多考虑几步 向后也多考虑几步 争取做到万无一失才动手 说到这里 他长叹一声 扼腕叹息道 哎 我这辈子唯一的失误就是苏若离那一次 本来我与日本自卫队全都计划好了 可以说是万无一失的 可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不但苏若离失踪 就连我的全盘计划都被人发觉 真是损失惨重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苏若离不仅没有死 在他的背后甚至还有一个隐藏着的幕后推手 如果真是那样 那这个人很有可能会成为我们苏家未来的致命竞敌 苏守德听到这里 一边赞同的连连点头 一边却在心中冷笑赋肥 虽然我也不知道苏若离那一次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也不知道苏若离背后到底有没有幕后推手 但如果有的话 我真是要好好感谢他一番 如果不是他毁掉了老爷子的计划 老爷子又怎么会把大哥推出来当替死鬼 如果老爷子不把大哥推出来当替死鬼的话 那我又怎么有机会取代大哥成为继承人 不过苏守德可不敢将自己内心的喜悦表现出来 他很是关切地问道 爸 那个通缉犯什么时候动手 苏老爷子看了看时间 道 如果计划没有出现偏差 那个A级通缉犯应该在十分钟后抵达拍卖会现场 苏守德急忙追问 爸 十分钟 杜海清不会走了吧 不会 苏老爷子冷笑道 杜海清现在应该还在弄房产的变更 这套手续很繁琐 一时办会不可能搞得定 他这么心心念念想要那套老宅 现在终于顺利拍下 一定会非常认真地配合变更流程 苏守德轻轻点了点头 同时也松了口气 不过他很快又想起什么 追问道 爸 之鱼也跟他在一起 到时候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苏守德知道老爷子很喜欢苏之鱼这个孙女 而他真正担心的也并非是苏之鱼的安危 而是老爷子紧急关头 会不会因为苏之鱼而叫停整个计划 苏老爷子此时表情略微有些松动 轻叹一声道 我已经让人知会过那个通缉犯 把杜海清以及知非之鱼的照片都给过他 明确告诉过他 让他只需从这三人中取渡海清的命就可以 现在知非还算实相 一早就飞回燕京来了 剩下之鱼一个 那人也提前看过之鱼的照片 不会对之鱼动手的 苏守德急忙装作松了口气的样子 感叹道 那就再好不过了 说实话 我还是很喜欢之鱼这孩子的 这孩子真的是咱们苏家后生中 最聪明最有主意的一个 是啊 苏老爷子也不由感慨 至于要是个男孩就好了 可惜啊可惜 苏守德捕捉到老爷子眼神中的惋惜之色 心中闪过一个歹毒的念头 从他内心深处 他是希望杜海清和苏之鱼全部死掉的 这样一来 大哥苏守道就算不心疼苏海清 也一定会心疼苏之鱼 如果老爷子让人干掉杜海清的同时 连带着干掉了苏之鱼 那苏守道一定会对老爷子恨之入骨 到时候 大哥可就不只是被流放澳大利亚这么简单了 他一定会跟老爷子拼个你死我活 而老爷子为了自保一定会彻底将大哥驱逐出苏家 让他一无所有一辈子没有翻身的机会 那样的话 自己将来的家主之位也能够做得更加稳固 于是他看了看时间 对苏老爷子说 爸 我先去个卫生间 马上回来 苏老爷子不宜有他 微微点点头 白首道 去吧 苏守得立刻从老爷子的书房出来 随后他急忙掏出手机 给自己的心腹发了一条短信 老爷子前些天花一千万 让人找了个北极通缉犯 立刻给我查清 那个通缉犯姓谁名谁 然后用最快的速度联系他 告诉他我可以给他的家人 再打两千万过去 但前提是要追加一个条件 让他要在干掉杜海青的同时 把苏之余一并干掉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一千二百一十五章 搏上一把 此时此刻 金灵 一名戴着口罩的男子 出现在了珍宝阁 附近的地铁站口 地铁站口有大量的监控探头 一部分是地铁的安保录像 一部分是城市的天网监控 还有几台新增的高端摄像头 配备了人脸识别的功能 这些年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 人脸识别已经成功 从科幻片中走了出来 进入到了普通人的生活之中 不仅仅是手机支持人脸识别 更重要的是 警方也有了一整套 与大数据连通的人脸识别系统 这套系统最大的用处 就是快速对数量庞大的人群 进行筛查 比如迎面走来几百人 如果这里面混杂了一个通缉犯 那依靠警员一个个盘查的话 效率不仅很低 而且还特别容易出现遗漏 但是现在有了人脸识别系统 几百人快速走过 系统就能够通过人脸识别 直接将几百人的身份全部查清 与此同时 系统会立刻对几百人的身份进行核实 如果这里面有逃犯嫌疑犯 警方就会在最快的时间内 得到系统的提醒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之前一个香港知名歌手 来内地开演唱会 每一场演唱会 警方总是能从演唱会几万名观众里 抓到几个逃犯 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效率 几乎全都依照人脸识别的强大功能 所以随着社会科技的越来越发达 犯罪分子妄图逃脱 法律制裁的可能性 也变得越来越小 此时 这名戴着口罩的男子 四下看了看 然后伸手进兜里掏了掏 掏出一包十分干扁 又有些皱巴巴的香烟来 他撕开烟盒 发现里面竟然一根烟也没有了 于是便卖部来到地铁站口的移动便利店 声音低沉的对那老板说道 老板 给我来包滑子 老板急忙问道 软的硬的 那男子开口道 软的 老板一边从玻璃柜中取出一包软中滑地给他 一边说道 六十五 那男子直接甩给他一张百元钞票 淡淡道 不用找了 老板心下一喜 忙地笑道 哎呀 谢谢了 那男子拿着烟转身的同时 已经将烟外面的塑料磨拆开 随后将烟盒的右边撕开 随后他娴熟地用手指在烟盒的左边敲了敲 右边撕开的口子里便冒出一根烟来 他将那根烟抽出来 顺手便摘掉了自己戴着的口罩 露出一张有些凶狠的裹子脸 他把香烟叼在嘴里 点燃了之后用力地抽了一口 随后左右转头 看了看 余光中撇到地铁口 一排排地监控摄像头 他嘴角抹过一丝毅然决然的笑意 他已经逃亡三年了 这三年 他过着鬼一般的生活 东躲西藏 早已经疲累不堪 他很想找机会偷渡去海外 这样就能彻底送一口气 可他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 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他只能鸡一顿 保一顿地到处躲藏 唯一能给他带来慰藉的 就是他和家人 有一个非常隐秘的联系方式 这个联系方式 就连警方都不知道 也正是因为有这个联系方式 他的家人才在两天前联系他 告诉他 有人出了一千万 让他杀一个人 事成之后 还能动用关系送他出国 因为家人已经收到了这一千万 所以他几乎在瞬间变动了心 反正他也厌烦了到处躲藏的日子 能给家人赚一千万 还能给自己搏一个彻底解脱的机会 他完全没理由拒绝 于是他便在昨天辗转来到了金陵 准备搏上一把 按照金主的要求 他要先找个监控摄像头 暴露自己 然后再逃往一个叫珍宝阁的地方 现在他在做的就是暴露自己 让金陵警方知道自己就在这里 此时此刻 金陵警方总指挥室 警方的人脸识别系统忽然发出刺耳的警示音 直勤的警员一看之下 灯石大惊失色 电脑屏幕上已经弹出了系统提示 上面写着一行字 惊人脸识别系统辨认 A级通缉反流站出现在我市 请立即核实 值班警员赶紧调取系统自动截取的现场录像 仔细一看 顿时大惊失色 急忙拿起桌面上的紧急电话 脱口便到 A级通缉反流站出现在我市立东路地铁站 请立即实施抓捕 整个金陵警方一下子便炸了波 A级通缉犯出现在金陵 这绝对是本地警方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 因为一旦这个通缉犯在本地搞出大案子 不但本地百姓要遭殃 本地警方也要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 于是警方立刻调动全市警力 决定对刘战实施抓捕 而这个时候 刘战怀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 金陵警方已经发现你了 有一辆巡逻车正在赶过去抓你 注意你的右手边 距离你还有八百米 刘战看完短信 咬了咬牙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右侧 很快 远处一辆警车出现在视野里 并且在不断靠近 不过那警察没开警灯也没开警笔 看起来并不像是执行什么紧急任务 但是刘战心里清楚 花钱雇自己的人手眼通天 既然对方说这辆车是来抓自己的 那就一定不会出错 他眼看着车越来越近 一颗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他没有着急逃窜 因为他知道 雇自己的人有要求 自己必须得是被警员追进旁边的珍宝阁 而不是自己先一步就跑过去 所以他叼着烟一边不停地吸 一边盘算着距离和时机 他现在站的位置是在人行道上 路面更高 而且路边还有大量的共享单车 所以警车从机动车道开到跟前之后 不可能直接把车开到他的跟前 只能在机动车道靠边停车 然后步行过来 步行过来的这十几米距离 就是他逃走的机会 他知道这里是闹市区 警方一定不会直接开枪 所以有着十几米的优势 以及更快一步的启动速度 警员不可能追得上自己 自己一定能够跑进珍宝阁 那样一来 对方一路追 自己一路逃 直接冲进珍宝阁就行了 此时那警车已经快到他的跟前 他故作惊讶地看了一眼警车 眼看那警车靠边停下 他便开始谨慎地不断后退 这时警车的车门打开 几名警员装成例行巡逻的姿态 慢悠悠地下车 准备麻痹刘战 然后伺机靠近 可是刘战却表现得十分紧张 他猛吸一口烟 将烟屁股往地上一摔 掉头就往后方跑 几名警员本来还想悄悄靠近 没想到刘战这么紧张 当时便有一人大喊 刘战 你给我站住 刘战根本头也不回 封了一样地往前跑 几名警员赶紧追了上去 刘战凭借着领先的优势 带着警员绕了两圈 便直接往不远处的珍宝阁冲了过去 为首的警员一边拼命追赶 一边用对讲机会报道 刘战反侦察意识很强 看见我们就开始逃窜 现在逃进珍宝阁了 请求市局立刻派遣警力 封锁珍宝阁全面实施抓捕 上门龙序 叶公子第1216章 沦为人质 在警员看来 刘战是被因为追捕 以至于慌不择路 才随即跑进了珍宝阁 但其实珍宝阁就是刘战的终极目标 此时此刻 珍宝阁大厅里拍卖还在继续 而杜海青也依旧在签署着各种各样的文件 刘战来到门口 卖部要往里走的时候 门口的保安拦住他 开口道 先生请出示一下本场拍卖会的入场马 我们要合眼之后才能进入 刘战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追捕自己的警员已经跟着冲了进来 立刻便从怀里掏出一把手枪 指着那保安的脑门 冷声道 在他妈废话 我就一枪崩了你 这时 后面的警员发现他掏出手枪 面色震惊之余 也纷纷掏出枪来 刘战毫不畏惧 直接拉开身上面袄的夹克 露出里面一个装满了烈性爆炸物的马甲 随后 刘战一手握枪 一手握着一个带着导线的开关 冷声呵斥道 都他妈给我听着 老子身上的炸药是开山用的 引爆了这整栋楼都得炸成废墟 你们这帮警员赶进来的话 老子就让这里面所有人给老子陪葬 几名追捕的警员一见如此 面色骇然无比 这个刘战本来就是汉匪 身背数条人命 在他以往的办案经历中 也经常使用枪支和爆炸物 所以对他身上携带爆炸物这样的事情 警员们不宜有他 所以众人对他一下子就变得十分忌惮 大家相隔不远 他们都能够看到刘战穿着的那件马甲 这马甲鼓鼓囊囊的布满了一条条 如常火腿肠一般的事物 一眼就能看出是烈性爆炸物 这种爆炸物威力巨大 在巨石上打个眼而塞进去 能轻松将石头炸开 如果真的在这里引爆 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其中一名警员立刻大声说道 刘战你不要冲动 有什么事情可以慢慢谈 千万要小心你手上的开关 刘战冷笑一声 骂的有什么好小心的 老子反正早就成了亡命图了 身背这么多命案 什么时候死我都不亏 所以你们最好给我十项点 否则的话 我就直接拉着这么多人给我陪葬 正好也省得卧在东躲西藏了 说完他立刻用枪指着那个保安的头 冷喝道 给我进去 把门关上 保安被抢抵着后脑勺 哪敢造次 急忙按照刘战的要求 带着刘战进了门 然后又在刘战的要求下 将大门紧紧锁死 刘战从这保安手里抢过钥匙 冷声道 你跟我进去 保安不敢不从 立刻跟着刘战 迈不进了拍卖大厅 刘战直接带着枪 冲进拍卖大厅 对着正在参加拍卖的人群 大声吼道 所有人都他妈给我听好了 全部给我抱头蹲下 谁敢跑 别怪老子的子弹不长眼 整个大厅顿时乱作一团 所有人都尖叫着准备 四散逃命 这时候 刘战直接拿起手枪 对着天花板连开三枪 怒吼道 谁他妈再跑一个试试看 枪声一响 所有人登时吓傻了 绝大多数人都立刻 毫不犹豫地蹲在地上 双手抱头 但也有那么一两个人 想着能有机会逃出生天 于是打算从侧门逃离 刘战直接举枪便射 碰碰两枪 直接将最靠近侧门的一个男人击毙 这下现场更是一片骇然 刘战一枪打死那人之后 便直接奔向大厅旁边的走廊 按照对方给他的情报 自己今天要杀的目标 就在走廊旁边的办公室里 此时杜海清和苏之鱼听到枪声 立刻意识到出现变故 杜海清拉着苏之鱼 脱口便道 之鱼咱们快走 苏之鱼也知道事关重大 毫不犹豫地便跟着妈妈往外跑 可是刚跑出来 便见走廊外 已经有不少人慌乱地想往外跑 就在这时 持枪的流战 忽然出现在走廊的入口处 他抬起枪便直接对准一个 仓皇逃窜的男人 砰的一枪便直接将那人的后脑勺 打出一片血雾 随着这一声枪响 那个后脑中枪的男人 扑通一声栽倒在地 周围慌乱的人群 顿时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声 刘战冷声喝道 都给我听着 全部去大厅集合 谁也不要想跑 否则的话 下场就和这个家伙一样 原本他们这些人 都在慌乱地四散逃命 可是现在忽然有人 就在他们的面前 中枪死亡 深深地刺激着他们的神经 这种时候 每一个人都会在心里算一笔账 如果这个时候 还在坚持逃跑 那么很有可能 会被对方一枪击毙 但如果这个时候乖乖配合 整个现场连拍卖者 加工作人员至少有一百多号人 对方根本不可能一次杀这么多人 所以如果自己乖乖配合的话 生存的几率应该会大很多 于是这帮人谁也不敢再试图逃走 一个个都用双手抱着头 老老实实地转身 一个挨着一个往大厅走去 大厅出口的大门 因为已经被锁 要是也被刘战抢走 所以这帮人 也根本不可能有机会逃走 刘战这时候 眼见走廊里的人都去了大厅 便厉生对着走廊喊道 所有办公室 卫生间里的人 也都给我听好了 我献你们在一分钟之内 乖乖到大厅集合 一分钟之后 我会抽查所有的房间 如果发现谁藏在里面 就不要怪我的子弹 不讲情面 说完 他又补充一句 我实话告诉你们 我今天不是冲着你们中的 任何一个人来的 我只是被警方逼到走投无路了 逃到这里躲一躲 只要你们老老实实地配合我 等我跟警方谈判好之后 自然会放了你们 可是如果你们这些人 里有谁敢跟我玩小心思的 我绝对会一枪崩了他 反正我是A级通缉犯 身上背着好几条人命 也不在乎再多几条 听到他这么说 很多在走廊两侧办公室里的人 都老老实实地开门走了出去 包括珍宝阁的老板 宝富贵 也放弃了藏在办公室里的念头 双手抱头出了办公室 这时候给杜海青办手续的两名工作人员 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 一起走了出去 苏志宇低声问杜海青 妈咱们怎么办啊 杜海青毫不犹豫地说道 我们也出去吧 这种时候自然是好好配合 才能最大程度确保人身安全 苏志宇轻轻点了点头 随后母女二人也高举着双手 那两名工作人员的身后走了出去 刘战一直拿着枪 留意着从两侧房间里走出来的每一个人 当看到杜海青和苏志宇的时候 他心里立刻松了口气 他知道眼前这个叫杜海青的绝美妇人 就是自己这次翻身的唯一依仗 文龙旭 叶公子第1217章 掌控局面 大部分犯下重罪的犯罪分子 都会被警方列为重点抓捕的对象 所以像刘战这种能够一路逃亡 并且没有被抓的 都有很深的城府以及反侦察意识 极其懂得隐藏自己 所以他看到杜海青的那一刻 虽然心里已经激动得恨不得两眼放光 但是表面上却看不出有任何波澜 他摇晃着手中的枪支 冷声道 后面的都快点 别他妈给我在那磨磨蹭蹭的 杜海青和苏志宇都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 急忙跟着其他人一起去了拍卖大厅 眼见杜海青已经在自己的控制之下 刘战便没有再去搜寻其他房间 而是等所有人都进了大厅之后 便直接跟在所有人的后面走了进去 然后将大门紧紧关闭 此时大厅里一共有男女老少加起来一百多人 这些人全都紧张地看着刘战 不知道他接下来要对自己做什么 刘战这时候走上拍卖台 拿起麦克风 嚣张地说道 诸位 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 以这种方式相见 也不失为一种缘分 所以我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说到这 刘战清了清嗓子 开口道 我叫刘战 北方人 是警方挂牌的北极通缉犯 我一路逃亡到了金陵 没想到在地铁口买包烟的功夫 就他妈被警方发现了 没办法 我只能躲进这里来 把大家结为人质 随后刘战话锋一转 又道 不过呢 大家也不用害怕 我坚持大家一不屠材 二不害命 只是希望大家老老实实地待在这里 当作是我跟警方谈判的筹码 等警方答应了我的条件 我自然会继续我的逃亡生涯 那大家也都可以平安离开这里 刘战这一席话 让绝大多数人都稍稍松了口气 这些人心里都觉得 既然要配合做人质 那就老老实实地配合 等这个刘战得到他想要的 自己自然就可以平安回家了 杜海青和苏之余也没察觉有什么异常 他们娘俩和其他人一样 只是觉得自己多少有些倒霉 就好像出来取钱 遇到了抢银行的 虽然概率很小 但也不是不可能发生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么当下最重要的 就是尽可能的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 刘战这时候继续开口道 我刚才说了只是需要大家好好配合我 所以你们只要老老实实地双手抱头 不要搞什么小动作就行了 谁要是敢搞小动作 那下场就跟刚才挨枪子儿的那几个人一样 众人都知道刘战心狠手辣 杀人不眨眼 所以自然也不敢搞什么动作 刘战还担心不能完全震慑住这帮人 于是便再度露出自己饱满爆炸物的马甲 冷声道 我看你们中也有不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我也是从这个年纪过来的 知道这个年纪的人经常脑子发热容易冲动 所以我提醒大家一句 千万不要逞什么英雄 也不要想着几个人联合起来 就能找机会制服我 我承认我是双拳难敌四手 枪里的子弹也远远不够杀掉在场的所有人 不过我身上绑的这些爆炸物 足够把这里炸成一堆废墟 足够让你们大伙儿都跟着我一起上路 哪怕你们把我的枪抢过去 然后再一枪打爆我的头 但只要我的手一抖按下开关 也能把你们全部带上当陪葬 大家听明白了吗 众人一听这话 灯使面色一片骇然 谁也没想到流战不但有枪 而且还有这种大杀器 在场的都是血肉之躯 如果这大杀器真的炸了 那几乎不可能有人幸免 所以这一刻 所有人内心深处的反抗念头都被彻底掐灭 哪怕是保安队伍中 几个曾经入过伍的退役小伙子 也一下子放弃了找机会力挽狂澜的念头 对很多入过伍的年轻人来说 想制服一个人并不难 但是制服一个人的同时 确保他的手指不会触碰到一个小小的开关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就算是一枪爆头大脑失去意识 神经系统也会让整个躯体抽搐几分钟 搞不好人死了也能处罚开关 所以谁也不敢拿自己 以及这么多人的生命冒险 刘战见所有人都被自己镇住 心里也松了口气 他这种穷凶极恶的人 其实也担心会发生意外 毕竟他虽然是亡命之徒 但也并非真的不怕死 他也想顺利偷渡出国 重获新生 所以才会接下这样的任务 眼看自己一番话 就把这一百多人的场面彻底掌控起来 他便知道事情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剩下的就是跟警方谈条件 要一辆车带上那个杜海清逃走了 就在他准备到大门处 跟外面的警方好好谈一谈条件的时候 他兜里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这台手机是他从黑市买来的 号主的身份是黑市的人倒用来的 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也不怕被警方查到 至于这个手机号 只有他的几个直系亲属知道 而且他们的联系方式也非常隐秘 他从不让亲属用手机 坐机以及公用电话跟自己联系 只让他们用能够匿名拨打的网络电话 这样一来 根本没有人能查到线索 电话响起的那一刻 他低头一看 发现来电显示是一个境外的电话 便直接按下了接听键 虽然这通电话看起来是从境外打过来的 但其实就是他的亲属用网络电话拨打的 刘战接通电话 刚说了个位便听见电话里 一个女人低声问道 老公 刘战恩了一声 不满的低声质问 怎么这时候打电话 不知道我有大事要办吗 打来电话的就是刘战的老婆 刘战今年35岁 结婚11年 有三个孩子 父母也都健在 这次接这个任务 除了自己想搏一把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想给家人留点安家费 毕竟父母年迈 老婆又没什么学历 她逃亡之后 家里就几乎是在坐吃山空 经济情况越来越差 不过这次接下任务之后 对方就给家人打了一千万 这一千万已经到账 几乎够家人 在小地方无忧无虑的 生活一辈子了 所以刘战现在 也算是了无牵挂 就算这次任务失败 自己被抓或者被击毙 起码家里人 能安安稳稳的生活下去 电话里 刘战的老婆有些激动的说 老公 找咱办事的人 又给我的账户里打了两千万 什么 刘战惊呼一声 脱口问道 真的 千真万确 刘战的老婆激动的说 他们说给家里这两千万 是要跟你追加一个条件 只要你答应 这钱就给咱家了 刘战也是激动不已的问 什么条件 刘战的老婆如实说道 他们说 让你顺手把目标的女儿 也一起杀了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218章 给他准备一辆车 刘战一听这话 激动的几乎笑出声来 他下意识地追问 就这么简单 电话那头的老婆 笃定地说 没错 就是这么简单 太好了 刘战兴奋地说道 这不过就是 勾勾手的事 毕竟 他早就看过杜海清 苏之飞 苏之鱼这娘仨的照片资料 苏之飞没在这里 但杜海清和苏之鱼 这对颜值高到 极其扎眼的母女 他刚才就已经一眼确认 现在 这对母女 就在一百多名人质之中 只要自己待会找警方 要到车之后 把他们俩 当人质一起带走 就可以了 原本是带一个 赚一千万 现在带两个 能赚三千万 刘战这辈子 就没赚过这么容易的钱 所以 他立刻开口道 我知道了 你跟他们说一声 就说我一定办到 刘战的老婆 也同样兴奋不已 毕竟是三千万 生活在北方的五线城市 一套房子 才不过几十万 一套别墅也不过 才两百万而已 所以 三千万几乎能让他 带着三个孩子 无忧无虑的过一辈子 而且在当地 过的也是人上人的生活 他现在甚至已经开始盘算 等刘战办完这件事 顺利出国之后 自己就拿一百五十万 去买一辆 自己早就喜欢 很多年的宝石节轿车 那是他做梦 都不敢想的豪车 他曾经在商场里 见过一个 貌美如花的女人开过 当时那女人 开着那辆宝石节 气质说不出的高贵 说不出的骄傲 让他心里羡慕了 很久很久 可现在 他账户上 已经有了三千万 买那种同款的宝石节 几乎是一如反掌 于是 他声音都有些颤抖的 嘱咐道 老公啊 人家给了咱们这么多钱 你可一定要帮人家 把事儿办成啊 刘战立刻说道 放心吧 我一定办好 家里的爹妈和孩子 就拜托你了 刘战的老婆 激动的说 你放心吧 老公 我会把咱爸咱妈 还有咱家撒孩子 照顾好的 好 刘战哈哈一笑 说 我先挂了 等我出国之后 再跟你联系 好 老公你多保重 挂了电话 刘战心中兴奋难耐 他暗存 今天真是我刘战走 大运的好日子 只要待会儿 把这两个女人带上 到人家指定好的地方 把这两个女人解决掉 我今天晚上就能坐船出国了 以后的生活就是海阔平渔月 天高任鸟飞 想到这里 他余光悄悄打量了杜海青和苏之余一眼 心里又不禁嘀咕 这娘俩长得可真是太漂亮了 我他妈在现实生活中 就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 那个杜海青成熟性感 比九十年代香港美女明星也丝毫不差 那个苏之余更是年轻貌美 简直就是游物中的游物 要是就这么干掉了 可真是太可惜了 就在这时外面响起警员用扬声器说话的声音 刘战你听好 你现在已经被包围了 我劝你立刻放弃抵抗 出来投降 还能争取一个宽大处理 刘战冷笑一声 直接迈步走到窗口 打开一扇窗 冷声骂道 喊什么喊 让我投降 我告诉你 就算是死 我也不会投降 而且我死 也不会一个人死 我会拉上这里一百多人 跟我一起死 警员一下子紧张起来 开口道 我劝你不要一时冲动 不要让自己掉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刘战冷哼道 少说两句废话 你们给我听好 立刻给我准备一辆 加满油的劳斯莱斯 只要你们把车给我准备好 我自然会离开金陵 也不会伤害这里面的任何人 如果你们不照办的话 我就让这些人给我陪葬 说吧 刘战看了看时间 补充道 我这个人耐心有限 你们只有二十分钟的时间去准备 如果超出这个时间 那就等着清理废墟和尸体吧 刘战是个聪明人 他之所以点名要一辆劳斯莱斯 就是因为劳斯莱斯这种车很少 警方自己绝对不可能有劳斯莱斯这样的豪车 所以他们只能去给自己临时找一辆来 临时找一辆劳斯莱斯本来就有难度 所以警方仓促之间 能找到车就已经很难得了 自然也不可能有时间再对车辆动什么手脚 所以这样对他来说也就更加保险 而且劳斯莱斯这种车性能高 稳定性也强 开着这样的豪车逃亡 路上也不容易出故障 而且一旦提起诉来 一般的警车也根本不可能追得上 警员一听这话 立刻开始紧急商讨 其中一人低声道 现在刘战手里有枪 而且身上还有大杀器 咱们强攻是肯定不可能的 一旦把他逼急了 他很有可能会引爆大杀器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捅大篓子了 对 另一人也低声附和 不能强攻也没有什么斡旋之策 依我看 我们不如就按他说的 给他准备一辆车 让他先离开 然后再在沿途找机会实施抓捕 一位负责人严肃地说道 就算是让他先离开 也绝对不能立刻就对他进行跟踪抓捕 就算他在车里引爆大杀器 只要在闹市区 那杀伤力和破坏力都是不可估量的 一旦引发重大事件 我们谁都负不了这个责任 对 咱们还是先给他准备好车 让他先离开市中心 这种人流量密集的地方 咱们现在不求能够把这个温神抓住 但只要能把他平安送走 避免他在金陵弄出更严重的后果 也算是为金陵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了 负责人点了点头 开口道 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让他赶紧离开珍宝阁 不然里面一百多名人质 真的是太危险了 说吧 他立刻下命令道 赶紧协调一下准备车辆 尽快送到珍宝阁来 一名警员尴尬地说 王队长 咱们去哪弄 劳死来死了 这种车动辄都得七八百万起步 全市一共也没多少辆 警务系统一辆也没有啊 那个被称为王队长的负责人 想了想 开口道 我跟陈泽楷 陈总的关系还不错 要不我跟他借一辆吧 无论如何 先满足流战的需求 以免他造成更大的损失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一千二百一十九章 似乎有点不太对劲 劳斯莱斯这种车 确实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 把全金灵的劳斯莱斯都算进来 估摸着也就小几十辆 而且这里面 一大半都是已经有很多年车灵的老车 这种老掉牙的劳斯莱斯 其实价格也不贵 大都已经转了很多到手 最后流入婚庆公司做婚车 专门用来忽悠一些爱面子的年轻人 所以真正能拿出手的正儿八经的劳斯莱斯 少之又少 这个王队长之前也想过 是不是干脆找婚庆公司 临时征用一辆这种老旧的劳斯莱斯 毕竟万一车要是出了什么损伤 这种老车整体也比较便宜 赔偿起来压力也不会太大 但是他心里转念又想 刘湛这种旱匪 不但反侦查意识非常强 而且根本不可能糊弄得了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赶紧把这尊温神 从珍宝阁请出去 最好是直接从金陵室请出去 他走得越快 自然也就越好 所以这时候千万不能节外生枝 万一弄一辆老旧的劳斯莱斯 激怒了他 反而容易惹出麻烦 而且陈泽楷自己的座驾 就是劳斯莱斯 酒店更是配备了 四辆不同型号的劳斯莱斯 不像其他人 打都只有一辆劳斯莱斯 而且还宝贝得很 所以找他借是机会最大的 想到这 他便立刻掏出手机 给陈泽楷打了一个电话 与此同时 陈泽楷刚把车 停在叶晨与父母 居住过的老宅门口 陪着叶晨走进了宅院之中 叶晨看着萧条的院子 有些不舍地感叹道 当年我爸租下 这个小院子的时候 这个小院子就和现在一样破败 后来我的爸爸妈妈一起动手 一点点把这个院子收拾出来 把它变成了一个温馨的家 说到这 叶晨不由叹了口气 开口道 那个杜阿姨应该会像我爸妈那样 把这里收拾得很整洁吧 陈泽楷急忙说道 少爷放心 杜家二小姐在京城是出了名的贤良淑德 他买下这套老宅之后 一定会非常用心地把这宅子恢复 相信过上一两个月 您再过来看的时候 这里就大变样了 叶晨摆了摆手 算了 上次我过来就已经被这个杜阿姨看见了 以后这地方我还是少来 除非他回燕京了 陈泽楷认真说道 少爷 其实您没必要躲着杜家二小姐 他是个好人 而且他喜欢您父亲这么多年 要是您和他相认 他怕是会把你视如己出的 那更得算了 叶晨摆摆手 认真道 我可不想被一个深爱着我爸爸的阿姨 当成儿子看待 那种感觉太别扭了 说着 叶晨又道 而且 我在日本的时候 救过苏家兄妹俩 我不想再跟他们兄妹二人 有任何瓜葛 哎 陈泽楷无奈地叹了口气 少爷就冲您救了苏之妃和苏之鱼 苏家那个老杂岁 会在您面前 磕三个响头都不为过 叶晨冷笑一声 我不需要他向我下跪 时机成熟的时候 我会让他 让苏家所有的男人 去我父母的坟前下跪 为当年的反夜联盟 磕头忏悔 陈泽楷坚定不移地说道 少爷 我相信 以您的实力 这个目标 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 叶晨微微点了点头 眼神又重新聚焦到了 这个落败的小院之中 就在这时 陈泽楷的手机忽然响了 他急忙后退几步 以免打扰叶晨 然后毕恭毕敬地 对叶晨说道 少爷 我先接个电话 叶晨恩了一声 没再多说 陈泽楷走到门口 这才接通电话 开口问道 老王 找我有什么事 王队长急忙说道 陈总 有件事情 需要请您帮忙 这次可能 非您不可了 还希望您 不要拒绝 陈泽楷笑道 咱们也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你跟我 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直说吧 什么事 王队长 这才解释道 陈总 珍宝阁这边 出了一个大案子 有一个矮级通缉犯 冲进去 劫持了一百多人当人质 而且这家伙身上 还绑着爆炸物 现在对方要求我们 提供一辆劳斯莱斯 供他逃命 我们只能照办啊 说着 王队长又道 金陵有劳斯莱斯的人 本来就不多 拥有多量 劳斯莱斯的 也就只有您一个人 所以还请您帮帮忙 江湖就急啊 陈泽楷惊呼一声 珍宝阁 你确定是珍宝阁 是啊 王队长急忙道 我现在就在 珍宝阁外面呢 全是能抽掉出来的 警力基本都过来了 陈泽楷忍不住说 我十几二十分钟前 刚从珍宝阁出来 王队长感慨道 那您运气可真是太好了 您是再晚出来一会儿 估计就得被这个流战给堵在里面了 说完 王队长急忙追问 陈总 不知道您是否方便借我们一辆劳斯莱斯 您放心 如果这辆车出现任何问题 我们市局都会承担您损失的 陈泽楷毫不犹豫地说道 老王 你跟我不用这么客气 作为守法公民 为警方提供帮助 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说吧 他立刻道 你稍等 我这就打电话 安排人给你们送一辆劳斯莱斯过去 好 王队长激动地说 陈总 那可真是太谢谢您了 客气 挂了电话 陈泽楷便准备给自己的手下打过去 好让他们赶紧准备车辆 叶辰这时候走到跟前 开口问他 老陈 珍宝阁出事了 对 陈泽楷急忙把事情跟叶辰大概介绍了一下 叶辰一听 灯石说道 事态紧急人命关天 你就别打电话了 直接开你那辆车过去吧 陈泽楷立刻说道 也行 少爷 那我这就开车去珍宝阁 您这边先自己怀怀旧 我就不送您回去了 叶辰开口道 我跟你一起 说吧 叶辰已经一马当先地出了院子 陈泽楷没多考虑 直接便准备帮叶辰拉开车门 叶辰先一步将车门拉开 推了他一把 道 时间紧急 赶紧去开车 好嘞 陈泽楷冲进驾驶室 发动汽车便飞快地往珍宝阁赶去 叶辰此时看着窗外 眉头微醋 开口道 老陈 警方说 那个刘湛 是偶然被发现 然后被追进珍宝阁的 是的 少爷 陈泽楷说 我估计这家伙应该是逃亡到金陵 想在金陵搞点前继续逃亡 没想到被金陵市局的人给发现了 所以慌不择路地逃进了珍宝阁 叶辰摇了摇头 开口道 我总觉得事情似乎有点不太对劲 陈泽楷诧异地问 少爷 哪里不对劲 叶辰没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反问他 一个东躲西藏了很久的矮级通缉犯 一定是一个反侦察意识极强 对环境判断能力极强的人 这样的人逃亡经验极强 怎么会选择逃进珍宝阁这种封闭性 极好的单体建筑 往建筑物里面跑 这不是摆明了让别人瓮中捉鳖吗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220章背后一定有人帮忙 听到叶辰的分析 陈泽楷也不禁点了点头 说这件事确实很奇怪 正常来说 只有傻子在被人追的时候 才会往建筑物里跑 正常人应该都是想赶紧逃走 逃得越远越好 叶辰恩了一声 道刘湛既然是逃亡已久的 北极通缉犯 绝不可能犯下这种低级错误 否则他肯定早就被抓了 所以我推测 最大的可能就是刘湛 故意要进珍宝阁 故意进珍宝阁 陈泽楷不禁嘀咕一声 疑惑地说 他去珍宝阁做什么 珍宝阁今天可没什么大拍卖啊 今天承接的是司法拍卖 卖的都是房子 车子这种大物件 抢这些东西也没意义啊 叶辰笑道 你别忘了 他是被警方追进珍宝阁的 或者说 他是故意装作被警方追进珍宝阁的 所以不太可能是奔着珍宝阁的东西 陈泽楷不解的问 少爷 如果他不是奔着东西去的 那他是奔着什么 叶辰冷哼道 既然不是奔着东西 那就一定是奔着人了 奔着人去的 他一个矮疾通缉犯 一旦被发现大概率被抓 甚至被击毙 冒这么大的风险 会是奔着什么人呢 叶辰认真道 今天出现在珍宝阁里的 身价最高的 应该就五个人 一个是我 一个是你 一个是宝富贵 剩下两个 是杜海清和苏之鱼 你觉得他是奔着谁去的 陈泽楷想了想 认真道 奔着咱俩的可能性稍小一点 毕竟咱们都已经出来了 他才进去 那大概率就是剩下这三个人了 说着他又嘀咕道 宝富贵的可能性略大一点吧 毕竟他在金陵本地还挺出名的 身价虽然不及 宋家的婉婷小姐 也比不上秦刚之流 但起码也有个几十亿的资产 至于杜海清和苏之鱼 我觉得可能性小一点 苏家和叶家一样 都是全国最顶尖的家族之一 对家族成员的保护非常到位 没有任何一家媒体 敢不经过这些大家族同意 就曝光他们的成员信息 所以就算是金陵首富 想弄清楚苏家的成员资料都非常难 更何况刘湛这么一个通缉犯 叶晨皱着眉 开口道 你没弄明白这件事的核心 这件事的核心 是刘湛冒着生命危险演了一出戏 他不可能演一出戏 只为了找宝富贵 或者找苏家这对母女要点钱 我觉得大概率是有什么阴谋 阴谋 陈泽凯有些疑惑 说 少爷 您说有阴谋 难道是苏家的敌人 想对付苏家这对母女 或者宝富贵的仇家 想借这个流战的手 把他干掉 叶晨点了点头 我觉得都有可能 具体是怎么回事 还要再看后续这件事怎么发展 陈泽凯道 这个流战想要一辆来死来死逃命 不知道他这次能不能逃得出去 叶晨笑道 他能不能逃得出去 要看背后有没有人帮忙 否则 以他自己的能力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还想逃出升天 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说到这 叶晨冷笑道 不过他既然敢玩得这么大 我相信背后一定是有人帮忙的 很快 陈泽凯便驱车赶到了珍宝阁 快到珍宝阁的时候 叶晨已经掏出口罩袋上 以免这件事引发过多关注 而暴露自己 此时的珍宝阁 已经被大量警员 警车团团包围 甚至还出动了 反恐专用的轮式装甲车 距离珍宝阁 比较近的几条路 已经全部被警方封锁 甚至还出动了 大量警力用来疏散看热闹的群众 陈泽凯的劳斯莱斯 刚开到被封锁的路口 一个中年男子便急忙跑了过来 隔着车窗 就冲陈泽凯打招呼 陈泽凯放下车窗 开口道 老王 被称作老王的便是金陵警方的大队长 王海鑫 王海鑫等陈泽凯 这辆劳斯莱斯 已经等得心急如焚 虽然陈泽凯的速度也很快了 但架不住里面情况 实在是形势危急 事关重大 所以他着急忙慌地开口说道 陈总 谢天谢地 您总算来了 您看您方便开进去吗 您要方便的话就直接帮忙把车开到珍宝阁正门口 您要是不方便 这车就交给我 我来开进去 陈泽凯回头低声问叶辰 叶先生 您的意思呢 叶辰也想进去看看具体什么情况 便道 直接开进去吧 陈泽凯便对王海鑫说道 老王 我直接把车开进去 好 王鑫点点头 急忙又问了一句 陈总 您这车油还满吗 那个刘湛要求必须加满油 您要是不满 我这就安排人 从其他车里抽一点儿银进来 陈泽凯看了一眼油表 道 我这基本满的 那就好 王海心松了口气 忙说 您直接开到珍宝阁门口 但千万别靠得太近 到时候停好车 要是留在车里 就赶紧撤出来 这样比较安全 好 陈泽凯点了点头 王海鑫这时候立刻让人将设置的路障打开 让陈泽凯的劳斯莱斯通过 当陈泽凯的车开进珍宝阁之后 他便将车停在了距离门口 还有五六米的距离上 随后陈泽凯便对叶晨说道 少爷咱们下车吧 好 叶晨开口道 不过你一会跟那个老王打个招呼 看看咱们能不能就留在现场 看看事态发展 别一下车就把咱们都赶到隔离圈以外去了 陈泽凯忙道 这个问题不大 我跟他说 叶晨点点头 行 下车吧 随后 两人立刻打开车门 从车里走了下来 这时 里面的刘湛 眼见劳斯莱斯来了 立刻冲到门口 一手握着枪 一手握着起爆开关 大声喊道 你们把所有车门都打开 把后备箱也打开 让我看一看里面 有没有藏什么东西 陈泽凯立刻将所有的车门都打开 让刘湛能够看到车里 开口喊道 车里刚才就我们两个人 现在什么也没有 你都看到了吧 刘湛继续喊道 后备箱呢 把后备箱也打开 陈泽凯应了一声 好 我这就开 说完 赶紧又把后备箱打开 陈泽凯有多辆劳斯莱斯 虽然都是叶家配的 但使用权和决定权都在他手里 他今天开的这一辆车 就是他专门留着接待叶晨的 而且每次用这辆车 都是他亲自开车 只有叶晨需要 才会开这辆车出来 所以这辆车的后备箱里 没有任何私人物品 打开之后 后备箱内空无一物 刘湛也自然是看得一目了然 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 上下打亮了叶晨和陈泽凯一眼 冷声道 车不要熄火 把钥匙留下 你们俩就可以走了 然后再打亮了叶晨和陈泽凯一眼